第431章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厉害了 怪不得世界述说星之子难培育 这是妥妥的 要让培育者当创世神的节奏 想让星之子成型 他的内部就得蕴含一套 可以支撑世界运转的完整规则 这得多少个规则之力 厉害点的神迹生命 掌握三四的规则神迹就已经很难得 而星球神这是要超神的节奏呀 地球 蓝星 时雨很快 就想到了地球 蓝星种种相似的规则 不过很快 摇了摇头 小了 格局小了 自己只看到了自己接触过的 但了解那么多创世神话 他为什么不格局大点 比如 把世界塑造成道之三界 基于阴阳的理论之称 自然产生天地人三个空间 比如 把世界塑造成六道轮回之界 让生前因果为主要世界根基 创立六道 根本不必拘泥于科技世界 玉兽世界 只要规则是何 有没有可能塑造出来一个 仙霞修真世界魔法斗器事件 按照世界树分身的说法 星之子的完全体标准 是体内世界拥有塑造神级生命的资格 根据体内规则不同 便能塑造出不同的神级生命 蓝星一开始走的路线 明显是蕴养神兽 而现在 则是打算培养神级玉兽师 石宇看向了星之子 没打算让他走蓝星的老路 不过开辟什么世界 他也还没想好 同时 这个有着紫色猫耳的白球 躲在紫色星云中 也奇怪地看着石宇 嘿嘿 他不明白 石宇为什么傻笑着看着他 虽然没完全想好 但只是片刻 石宇就确定了 该怎么初步培育这个星之子 其他的先不管 但是信仰规则机制 肯定是要有的 在蓝星之上 搜刮信仰之力 哪有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信仰 搜刮起来更容易 到时候 参宝宝直接进入星之子体内 化为世界术 重重直接过去化为创世神龙 其他宠兽也是一样 成为第一批创世神灵 成为那个世界的原始神 收获信仰 他们的实力 按理说 应该可以蹭蹭蹭猛掌 同样的 等自己把参宝宝 重重他们培养到 可以运用规则之力 星之子在他们的帮助下 开辟一个完整的世界 也会更加容易 时宇判断 蓝星和神话时代的 神话生物们 也应该是这种 互相成就的关系 不过 蓝星可能比星之子高级一点 是直接凭借星球形态 诞生的意识 如果说蓝星是妈妈 那么星之子就是女儿 咪 刚刚出生 星之子就神色疲惫无比 时宇可以清晰感知到 这家伙饿了 食物 时宇看向了旁边的餐宝宝 素素 两个家伙一愣 一个拿出一集树果 一个拿出了 稀释的一集星空溢水 怕太高级的 这个刚出生的星之子 无法消化 咪 看到食物 星之子眼睛一亮 倒是来者不拒 也不管是什么东西 直接飞了过去 一口气吞下 刷刷刷 吃完后 星之子动作停止 肥吞吞地落在桌子上 食宇看到了 他满足的神色 先别训练了 食宇笑呵呵 看着食衣他们 我们先陪他玩一会 因为没有契约 想了解这个 新生新之子的更多情况 食与他们 也只能亲自陪他玩 慢慢接触了解了 名称 新之子 属性 空间 种族等级 高等霸主 准神化 成长等级 超繁级 种族技能 体内世界 超阶技能 身体内拥有一个成长型世界 世界的成长 决定了自身的成长 进化情况 世界之力 超阶技能 可以调动体内世界的规则 自然 信仰等力量 进行攻击 世界祝福 超阶技能 可以凭借世界本身 给予其他生命祝福 祝福效果取决于世界能力 能量值 一万 实与他们一番研究下 新之子的情况 大概摸清楚了 虽然不知道 这是不是新之子的极限 但是就目前了解到的能力来看 新之子潜力很强 其中 世界祝福 是类似世界术祝福的能力 世界术分身没有骗他 新之子通过这个技能 给予石宇祝福后 石宇明显可以感知到 强化预售空间的速度变快了 可能是因为新之子 吸收了世界树枝叶的缘故 导致了他的祝福效果 拥有了类似能力 甚至 祝福期间 修炼效果媲美他在空地遗迹进行修炼 要知道 新之子目前才超反击 要是等他成长到半神级 他的祝福效果 岂不是堪比世界术的祝福 而且 石宇在祝福状态下 发现这种加成和传输遗迹 沧海遗迹的加成效果 完全不冲突 他的修炼效率 直接倍增 这瞬间 让石宇心花怒放 世界树枝叶 这波投资的不亏 目前 唯一让石宇觉得可惜的是 新之子和石之精灵一样 其他技能 根本教学不了 种族限制严重 恐怕在成长起来之前 只能通过提升自己的种族技能 带动自身成长 还有 当下他的等级太低了 体内世界 根本不足以支撑 超繁极和超繁极以上的生命进入 导致石宇他们 就算想先帮助他 塑造阴阳等世界规则 也无力完成 石宇决定了 等自己突破传奇后 先契约新之子 然后把他的三个种族技能复制过来 不断交他 先让他快点成为霸主级再说 到时候 他和全队 就可以相辅相成 互相快速变强了 那时 借助他的力量 自己应该 也可以很快地突破到八级 传说级 就叫你小子吧 咪 全对一起给新之子 起了一个小子 作为名字后 石宇他们 目视着小子陷入了沉睡 刚刚出生 就给石宇来了一道世界祝福 小子显然十分疲惫了 嗯 小子睡着后 石宇看向了餐宝宝他们 应 一 鸡 此时 石宇他们 收起了刚才和小子一起玩耍的笑容 表情 极为凝重 离谱 就很离谱 尤其是队内最初的内卷三兄弟 表情严肃万分 只感觉 后入队的家伙们 一个比一个逆天 赤童 封号传奇力量转生 速速 最强海洋半神转生 领 神话生物传承 结果之后 又来了个时空规则精灵和星球幼崽 这队内 到底有没有法子呆了 到底要让他们拼到什么程度 才能保持队内优势 嗯 决定了 此时 石宇忽然拍手 到 等联盟的世界树果实到了 看看能不能作为 参宝宝的进化材料 让他朝着世界树的方向去进化 不死太阳参进化 世界参 等拿了世界冠军 去让世界树帮忙参谋 到时候 你跟星之子 就是童母的亲兄妹了 这样一来 他和星之子 或许也能更好地互相辅助 一 参宝宝眼前一亮 世界参 听起来不错 就 旁边 小红雀形象的赤童 顿时眼巴巴地看着石宇 不是说好了 世界赛结束后 先给他进化的吗 怎么参宝宝这里 转手就获得了一件神话进化资源 这科学嘛 不要急不要急 放心 肯定给你安排最强进化 石宇笑眯眯对着赤童道 能一剑劈开一个世界那种 我现在就通知 啊不对 拜托林会长 那些传说资源都要死灵系 火系的 赤童 灵 又花大饼 外界 预赛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 石宇这边 盲玩心之子的孵化 立刻急哄哄地跑来找林会长 此时的林会长 依然在关注邹运他们 甚至 拜托起一些老友 给他们临时特训 虽然石宇预赛通过得轻轻松松 但对于其他正常六级预售师来说 还是太勉强了 石宇不靠宠兽 自己突破预赛 这个对于季风 高宣 邹运他们来说 打击不是一般的打 但是 却也无可奈何 他们也只能用石宇 吃过神话资源来安慰自己 毕竟 他们一辈子加起来用的资源 价值可能还不值不死果实的十分之一 想到这里 他们强行释然 林会长 联盟那边的资源有消息了吗 传说资源 能不能给我火系的 或者死灵系的 石宇身前 林会长道 之前不是还说什么系都可以 是用来强化木灰音音灵 林会长微微一正 很难想象 石宇目前的体魄 比他一个封号传奇还强 要知道 他可没有丝毫忽视锻炼 石宇的想法 他瞬间明白了 石宇本身的体质 包括那准图腾级的灵魂力量 如果再被一个强大死灵附体 那岂不是 战斗力更加离谱 图腾级战力吗 一时间 林会长雨色 石宇有十一 重重这两个图腾级战力 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强化出第三个图腾级战力吗 也就是自己加赤童的附体组合 对 林会长的想法 其实没错 不过 其实不用再强化 目前石宇加赤童的组合 就已经相当强大了 多亏了不死果实 把石宇的灵魂 强化到了准图腾级 与赤童组合后 这个优势能更明显 目前 赤童加石宇的组合 正常来说 也拥有无敌霸主战力 如果以树之死灵傀儡 作为替死鬼为代价 斩出最强一剑 那就是妥妥的图腾级必杀技了 多一张底牌 确实更好 我会拜托神员前辈 催促那边的 林会长道 刚刚总结完成的图腾国选手资料 十分重要 你来的正是时候 好 石宇点了点头 石宇的图鉴 立刻接收起资料 同时 林会长道 这次世界赛 根据统计 一共有99个图腾国参赛 包含人类7国 就是106个势力 参赛选手共计702人 其中 达到7级的预售师 应该在136人 几乎每个图腾国 都有一个传奇级预售师参赛 目前图腾国6级预售师 绝大多数月籍契约了 霸主生命 70%为君王种族 霸主级的低级霸主 25%为普通霸主 5%为顶级霸主战力 这些 你倒是不用太在意 6级预售师中 应该不太可能出现 能威胁你的选手 你要在意的 是99个图腾国中 那9个半神级势力的王牌 他们每一个 都几乎是在霸主级中 堪称无敌的存在 拥有准图腾级战力 战力足以威胁到图腾级生命 暗夜森林的黑暗精灵皇子 巨龙帝国的火焰龙王 恶魔国度的堕天使 无尽海域 虚空王庭 极北冰原 永恒之末 鬼海 其中 已最为需要重视的是 启元帝 以及龙人帝国 时语一愣 怀疑自己听没听错 启元帝 需要重视 这个他能理解 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图腾联盟 横跃了八个图腾国 是蓝星最大的雨林 森林区 也是种族最丰富的地区 是个不逊色龙宫城的 巨无霸击势力 当代半神使元树神 据说已经经历了九次转生 每次转生 都能重新屹立于 启元帝巅峰 重视这个图腾势力 很正常 但是龙人帝国 龙人帝国是东皇附近 除了龙宫城外最大的图腾国 同龄者暴龙王 虽然被称为半神之下最强 但还不是半神 所以 龙人帝国的实力 理应和这些真正的半神势力 有些差距 难不成 时与表情一正 他们有图腾结 他快速调动 刚刚下载好的图腾国选手资料 然后表情一变 果然如此 对 林会长点头 道 启元帝 龙人帝国 这两个势力 好像完成了月集契约图腾 启元帝的图腾 是木 雷双系的雷冠橡胶神术 植物类生命 而龙人帝国的图腾 则是暴龙王之子 为龙人混血 号称最完美的龙人混血 他们的契约者天赋资料 目前不得而知 十分隐秘 但就算忽视御寿师 这两个图腾 也无疑都有碾压霸主的实力 是你的大敌 你能不能获得冠军 就看合他们的战斗结果了 当然 我说的另外几个半神势力的王牌 你也需要格外重视 他们每一个 都具图腾 只有一步之遥 之前没能突破 可能只是在积累底蕴 现在没有突破 可能是担心契约者承受不住 但如果他们在七个神话试炼 获得巨大收获 未必没有突破至图腾级的希望 到时候 他们同样会成为你的大敌 甚至 比我说的那两个图腾 还更有危险 比如暴龙王之子 只是号称最完美的龙人混血罢了 但恶魔国的舵天使王子 却是号称最完美的混血 如果他突破了图腾 战力恐怕会接近顶级图腾 食欲点了点头 他也注意到了 像是他在几个月前看到的 黑暗精灵皇子 火焰龙王 原本他们只是九千万左右的能量值 但是在伊纳泰拉上 食欲再次观察他们时 却发现 他们的能量值都已经尽异 甚至那阵一体双魂的堕天使 常态能量值已经突破了一亿 达到了和食欲 重重一样 急 这些家伙 在世界赛开启之前 又完成了一轮的强化 如果让他们在神话试炼中 获得传承 的确有些危险 食欲道 就是不知道七道神话试炼 对于试炼者都有什么要求 看来 得让零给我施加一道风之祝福了 我队伍中宠兽属性 种类还是很全面的 涉及各大属性 各大生命形式 如果七道试炼 我都运气够好 都能参加 那就稳了 只要我包援了七道神话试炼奖励 其他图腾国选手 就拿不到奖励了 他们拿不到奖励 就无法变强了 也就无法威胁到我了 食欲陷入了沉思 如果是这样 就完美了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林会长 林会长沉默后 道 别忘了 还有七国 我们七国中 包括夜星在内的各国王牌 也都得到了各国的重点培养 权力之下 未必会输给这些半神势力的王牌 你想包援奖励 其他六国的传说 恐怕也得对你咬牙切齿 你还是当个人吧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不可能七种试炼 都让你用熊猫和青龙乱杀的 时宇 第432章 神话试炼开启 此时 不仅只有时宇 得到了图腾国选手资料 七国其他选手 也都有获得 拿到资料第一时间 东皇等国的传奇选手 便凝重无比 这些半神势力的无敌霸主 光是来头和名字 就压迫感十足 而且 起源帝和龙人帝国 竟然疑似存在 月两级契约图腾的御寿师 这还打个锤子 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这一届世界赛 是我观看过的 最离谱的一件 郑海陪同在师傅左右 霸海传奇看着这些资料 陈生道 看来 我还是低估了这次世界赛的残酷程度 即使是你突破到了传奇 依然危险重重 这些选手 包括那两尊图腾 即使是我来对付 可能都要费些力气 郑海道 没事 我这个人之足 夜心他们能代表东皇 取得好成绩就可以了 嗯 就看这所谓的神话试炼传承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是考验战力 那么对于绝大部分选手来说 都无优势 但如果是考验其他 说不定还有希望 各个图腾国 也都拿到了七国的传奇选手资料 虽然各个国家都有保密 但是不可能一点痕迹 都不留下 60%左右的资料 还是可以探查到的 其中 东皇的军中传奇 夜心 雪原的军中传奇 安德烈 神风的军中传奇 乔森 荣光的光明神叫圣女 阿米利亚 都被图腾国认为 有封号传奇战力 也就是说 他们全队加在一起 配合玉兽师的玉兽天赋 有短暂抗衡图腾级 在霸主级中 堪称无敌的实力 下三国的七岛 明华 庭乡的王牌 相对来说 在图腾国眼中弱势一些 这也是跟这三国 在前三届世界赛中 从没进入过前四有关 不过 这次世界赛 毕竟非同寻常 图腾国也高看了 这三国一眼 认为他们的王牌 全力下拥有无敌霸主战力 还有这个时宇 图腾国除了七国传奇选手外 重点关注了一下时宇 不过 时宇的资料简直更少 除了一个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 机械换兽缔造者的名头 甚至连时宇的宠兽资料 图腾国都没调查到 一些有门路的图腾国 竟然也只调查到了 所谓的全国大赛战绩 这玩意能参考个球 冠军 还不如传奇之下第一人 这个头衔有含金量 但传奇之下第一人 这种名头 各个图腾国之前 也基本是不会理会的 其他七国传奇选手资料 被调查得比较全面 是因为图腾国 很早就开始调查了 而时宇这边 崛起速度太快 之前还默默无闻 再加上成名后 资料被东皇国保护得太好 图腾国根本无从下手 不过 考虑到石宇本体战力的恐怖 考虑到他最强考古学家的身份 也没多少人敢侵蚀石宇 再加上他那嚣张的冠军宣言 如果没有硬实力 肯定也不敢乱说 姑且 各个图腾国都把石宇视为了 七国王牌级的传奇战力 虽然石宇还没到传奇级 而此时 石宇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图腾国格外重视起来 不过就算知道了也不在意 因为图腾国不管怎么探 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全部底牌 混沌熊猫 青龙虫虫 风麒麟 心灵领域 自爆餐 查去吧 而石宇也不相信 图腾国 七国中 能有御寿师的底蕴 在自己之上 玉赛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 石宇也没关注路学姐 高宣他们的情况 不用想也知道他们 都在临时突击特训 知道了图腾国选手资料 自然要针对性备战一番 图腾国那边 估计也是如此 各国间针锋相对 他这边也差不多 石宇玉赛这两天 一是调整状态 二是努力冥想 看看能不能快点突破传奇 就这样 玉赛接近尾声 东皇这边 非常值得庆祝 无论是高宣 邹韵 季风 在七天的努力下 都通过了玉赛 高宣得到了机械传说的指导 就集圣龙兽 和其他机械宠兽 完成了合体进化 装载了一个机械传说 研发的超规模武器 这才侥幸通过玉赛 季风最终 则是在符合规则的情况下 次次用了克金战法 并且借助十几次的战斗经验 最终勉强通过了玉赛 邹韵是最艰难的 培养他的财团 不甘心看到 邹韵折戟玉赛 重金投资了暗戏传说资源 邹韵的一堆暗戏宠兽使用后 都获得了在黑夜中 战斗力大增的能力 他连续爆干了七个夜晚 每天只在黑夜中战斗 这才勉强熬赢一个守官者 不得不说 重大赛事往往更能激发人的潜能 虽然玉赛的守官霸主致力低下 战斗模式单一 生命形态残缺不是真正的生命 但战斗力一样不是普通霸主 可比 而眼下 不仅是东皇国 七天后 其他六国 也陆续有六级玉寿师 通过各种方法 通过了玉赛 最终 算上图腾国的玉赛选手 近600名六级玉寿师中 共有120人通过了玉赛 并且这120人中 半数以上 都得到了世界术的奖励 当然 最好的奖励 还是石宇的世界术之夜 自那之后 就没出现级别超过世界术夜片的奖励了 这也跟林会长说的差不多 六级玉寿师中 没有需要石宇在意的选手 石宇真正的敌人 还是那些半神势力的王牌 玉赛结束后 林会长立刻通知起石宇 考古大会奖励的资源到了 石宇停止了修炼 距离七级还是差了一些 他不由得有些可惜 不过听到资源到了 他立刻心花怒放 石宇从一记而出 来到了林会长这边 神话及资源 两件 分别是世界术果实 神魂宝珠 传说及资源 也是两件 分别是死灵系灵界碎片 火系空心炎 灵界碎片 空心炎 石宇看向林会长 问道 这些是什么 世界术果实 神魂宝珠是什么 石宇自然早就知道了 不过林会长拿来的两个传说资源 石宇倒是很意外 他隐隐记得 好像是空间类资源 不知道计没计错 这两个资源 可以说是特意为你找的 林会长笑道 灵界碎片 其实就是一个叫灵界的 遗迹的空间碎片 这个遗迹为神话集 因为未知原因破碎 一共分离出七片核心碎片 每一件都是传说资源 炼化后 可以让死灵系生物的灵魂攻击 自带破空效果 提升空间系造诣 除此之外 也能赋予死灵系生物 穿梭空间的体质 你时常探索遗迹空间 秘境空间 这种次数性附带空间效果的资源 对你来说更有用处 空心炎也是类似的资源 炼化后 不仅可以强化火系力量 也可以增加使用者空间造诣 让其火焰招式 能更轻松灼烧空间金币 算是空间系一火种子 穆灰英将军的英灵 我记得熟练掌握灵魂和扬言之力 倒是对空间之力并不算精通 的确 石鱼点头 对抗空间系敌人 他已经习惯了 用石衣或者虫虫 其他宠兽那边 基本还是靠装备或蛮力 比如赤童响碾压空间系宠兽 拿个附魔了正空效果的硬化铁剑 附体在上面就行了 足以乱杀 因此自己这边 倒是没怎么让他们进行 专精空间之力的修炼 主要是目前技能蓝短缺 石鱼也没办法让每一只宠兽面面俱到 等到了图腾级就好了 到时候就可以自己优化技能了 接下来就是一技试炼了 你让木灰英英灵炼化看看 哪怕只能炼化 一成力量也不错 世界树果石也给你 能用就用 可以用来给混沌熊猫 青龙提升技能熟练度 他们虽然强大 但刚刚进化 种族技能熟练度还是太低了 可能会成为 他们对抗其他无敌霸主 乃至图腾的短板 神魂宝珠的话 按你所说 先在东皇协会保管 好 灵会长和石宇交谈中 伊纳泰拉到天空 变化悄然无息进行 岛屿之上 无数的绿色蜗虫 飞行到天空 聚集到了一起 组合之下 一尊华丽的绿色巨鹰诞生 紧接着 深圳灵木 响恶行云的阴体猛然出现 嗡 阴体之下 石宇和灵会长 只感觉周围的空间 都震荡了一下 是世界树分身 见状 灵会长和石宇抬起头 不会这么快 就要开启神话试炼了吧 石宇到 预赛刚刚结束没两个小时 这不给两天准备时间吗 然而 就和石宇 他们想的一样 绿色巨鹰飞行在空中 盘旋了一下 吸引了伊纳泰拉岛屿 所有生命注意后 声音再次响彻 神话试炼即将开启 所有世界赛选手 前往预赛时火系擂台地点 我将在这里 唤醒神话时代的 神级生灵 史神 第一道神话试炼 由史神制定规则 史神 此时此刻 伊纳泰拉岛屿上百个势力 纷纷一正 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神话时代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由于后世人类 从没放弃考古 所以 后世对于神话时代 还是有一丢丢了解的 比如龙凤麒麟 是东方三大神话族群 这都是人们已知的事情 但是 史神究竟是什么神灵 在场无数考古学家 无数传说半神强者 都没有听说过 火系擂台 不就是东方这边吗 史语道 林会长点了点头 道 是啊 东方这边 也已经热意不断 虽然不知道 史神是什么神灵 但是 所有人深呼吸一口气 明白了过来 有一尊神话时代 就存在的神兽 即将被世界术唤醒 他们 要见到真神了 这次世界赛 完全没白来 真正的神灵 又会是什么样 各个处于一空间的 半神传说们 睁开眼睛 目光看向了 火之擂台方位 此时 绿色巨鹰继续道者 史神是一尊 火系神灵 在神话时代 他曾覆灭 星空一虫无数 并把星空一虫 制作成食物 分享给众神 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实力十分强大 卧槽 世界术分身化落 不仅是各国生命 就算是时宇 也都是微微一愣 他可是看到 过风麒麟的梦境的 就算是风麒麟 也得在星空一虫的 猎杀下逃命 这个史神 竟然把星空一虫 做成了食物 虽然说 自家风麒麟 只是幼崽 掌握的规则 也不擅长战斗 但星空一虫 实力很强是肯定的 这个史神 能在入侵战争中 活到最后 拿入侵者做食物 很显然 强到爆炸 这个史神 必然是那场 战争中的主要战力 就是 不知道他的传承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 各方议论纷纷 它身影勾勒瞬间 仿佛是岛屿发生了震荡 出现了深邃无比的 规则之音 岛屿上的空间之力 和自然之力 全部被压制 哪怕是处于 一空间的半神们 也都感觉到了 周围的猛烈震荡 并且 自己仿佛是被掐住脖子一般 很难喘息 只感觉浑身燥热 这种规则强度 一个个半神震惊无比 传说御寿师们 目光凝重到了极致 有生以来 还是头一次感受到 这种恐怖的压迫感 这个史神 给他们一种感觉 虽然对方体内力量 非常虚弱 但是如果战斗起来 他们也会非常危险 刷 规则之音下 岛屿上的一切生灵 包括史与在内 包括那些可称神话种族的半神 都感受到了 来源于境界上的压制 声音回荡中 当在场的生灵 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岛屿 已经成为了一片火红的世界 天空 大地 全部成为了红色 这一觉 睡得好久 火焰中心 庞大的生物全貌 在火焰中浮现 它有着类人形的身躯 双腿 腹部 手臂 充满了黑色肌肉 凌乱的几根深红色钢毛 沾染在身上 形成了火焰一般的纹路 它的头颅 让不少视力震惊 因为那是一个猪头 虽然脸部拥有恶魔一般的火焰纹路 长长的獠牙 充满威慑力 但是那标志性的猪鼻 却一眼 让人认清楚了它的种族 众多图腾国中 有一群不起眼的猪头人 浑身颤抖地伸出手臂 看着那个庞然大物 谁也没想到 在世界数分牲口中 非常强大的史神 竟然是一个类似猪头人的神灵 史神大人 按照约定 接下来交给你了 此时 天空中 绿色的世界树巨鹰对着史神道 知道了 小家伙 史神看了绿色巨鹰一眼 声音庞大 世界树分身和史神的交谈 再次让所有人一阵 等一下 世界树 不是蓝星意志的分身吗 按理说 地位不应该很高吗 哪怕是神话时代的神灵 也应该是蓝星郁郁出来的 众人总感觉 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隐秘 史神看着世界树分身 其他人不清楚 但是作为跟蓝星意志进行了交易 沉睡在伊纳泰拉的一批神灵 他怎么会不知道 世界树 说是蓝星的分身 但其实就是 被蓝星创造出来 加快神话复苏的一个代言人罢了 比起分身 更像继承了蓝星一些意志与力量的孩子 论地位而言 算是他们 这群经历了入侵战争的神兽的后辈而已 毕竟 如果不是他们一起守护蓝星 此时的蓝星 早已经彻底灭亡 世界树 更不会诞生 这些就是 所谓的人类御寿师吗 此时 史神看向了围绕在周围的十万生命 看向了隐匿在一空间的一个个半神强者 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巨大的獠牙露出光亮 红色的眼睛中 透露着好奇 因为沉睡了许久 他此时体内的力量 已经十分微弱 也就相当于霸主级 因为世界规则的残缺 他的神迹 更是跌落为了准神迹 不过 给予外界的压迫感 还是十分强大的 毕竟具备着神之血 哪怕是半神 此时也判断不好这个使神的实力 吼 他的口中 吹出微弱热风 目光扫荡了下后 道 比起其他的 果然还是看看实力吧 巨大的使神 抬起那粗壮的手臂 白色火焰凝聚 逐渐形成了一把火焰刀 长达几十米的刀身上 宛如液体般的白色火焰 层层生命气息生腾而起 弥漫出一种 让人动聋的生机 哼 火焰刀被使神插在地上 这 此时此刻 所有的半神都动聋了 因为使神这一手 就完爆了他们 论对规则之力的掌控 他们完全比不上这个使神 对方 竟然随手凝聚出来一团 疑似神话及资源 蕴含准规则之力的火焰之刃 接下来 就在这里 以人类为主体 只可派出火系生物战斗 你们决出最强者 最强者 可以获得我曾经的武器 它 蕴含着生之规则 它名为生灵刀 一刀斩下 可以让死物诞生灵魂 可以让种子变成神殖 可以让灵魂塑造肉体 是我当时的武器 虽然已经残破 但对于不曾掌握神迹的生灵来说 却依然是不可多得的质宝 来吧 来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究竟谁可以把蕴含生之规则的火焰刀取走 把生灵之火取走 它哈哈大笑 看向了众多生命 神话及资源 此时 七国内 所有拥有火系宠兽的御寿师 都是心中一热 所有图腾国的火系霸主 都是眼中充满炽热 哪怕是那些带队的图腾 半神也都充满狂热之色地 看着这把生灵刀 毫无疑问 这是一件 哪怕是对半神 也都有着巨大提升效果的神话及资源 这件资源的价值 甚至值得一尊图腾 为了它去改变自己的属性 朝着火系去重新进化 这件资源 我庞克哈姆要了 此时 自认为是这次世界赛选手中 最强的火系生物的巨龙帝国继承人 火焰龙王 龙木中充斥着贪婪的火焰 哈哈 天助他也 没想到第一个神话试炼 就要求是火系生物 最强火系 这说的 不就是他吗 起源帝的图腾 是木 雷双系 龙人帝国的暴龙王之子 是纯龙系 龙系中蕴含部分木 水性质 并非火龙 是朝着青龙进化的 这两尊图腾都没有竞争资格 七国上四国的王牌 夜行主修星辰之力 宠兽属性遍及各系 虽有修炼太阳之力的火系宠兽 但并非王牌 绝非他的对手 血缘安德烈为兵系 神风乔森为机械系 荣光的阿米利亚也为光系 其他半神势力的王牌 也没有主修火系的 暗夜森林和恶魔国为暗系 无尽海域为水系 鬼海为死灵系 吉北冰原为兵系 虚空王庭为空间系 永恒之末为土系 如此看来 根本没有人可以和他竞争 他自身有着无敌霸主实力 配合契约仆从的楷化天赋 霸主集中 火系中绝无对手 就算这个生灵之火 看起来不像是能短期 提升他战力的东西 但只要得到了这个 这次世界赛就不亏 哪怕无法夺得最后冠军也不亏 这个 起码能保证他 神话复苏后 踏上神之道路 这个 分明就是这个使神的传承 卧槽 火系 与此同时 和火焰龙王一样激动的 还有火焰石王 嘿嘿嘿 林会长旁边 也传来振奋的笑声 石于眼中燃烧着火焰 道 火系好啊 火系好啊 开门红啊 这个 正好也一起给赤童 省得他天天说我偏心 他和赤童配合 无论如何 这个资源也要拿下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第433章 杀盗无人敢战 使神化落 所有火系生物都振奋无比 所有非火系生物 以及预售师都脸色一沉 果然 就如同世界术分身所说的一样 这些神迹生命挑选传承者 竟还限制属性 狗屎 为什么偏偏是火系 雷官向焦神术的树精灵 龙人帝国青龙太子目光一宁露出不满的目光 他们是图腾级 世界赛有很大优势 很大几率 最终获得世界术的祝福 但如果 有其他选手在七次神话试炼中得到传承 有所突破 那么他们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蕴含生之规则的生灵之火 一看就是好东西 看别人得到 比自己丢了资源还难受 火系 不过 此时火系的生物们 兴奋过后 却也很快冷静了下来 在场106个势力中 火系霸主 其实不在少数 其中 哪怕是配合玉兽师后 拥有顶级霸主实力的火系生物 也有很多 但是此刻 他们的心 却都没有了火焰一般的炽热 齐齐看向了巨龙帝国方向 那尊霸气绝伦的火焰龙王 看向了熔岩帝国方向 那头威猛霸气的熔岩巨兽 这两尊火系生物 应该是他们中最强的 巨龙帝国为半神级势力 火焰龙王作为其继承人 实力自然美话说 而熔岩帝国 更是坐落于蓝星最大火山 底蕴丰厚 熔岩国有很多 包括七岛附近 就有一个熔岩国 但是熔岩帝国却只有一个 他们的领地范围更大 族群实力更强 甚至是唯一培养 饲养了人类的熔岩国度 统领者和暴龙王一样 极限接近半神 此时 熔岩帝国的熔岩巨兽 也屹立于大地之上 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个生灵之火 哄 无论是火焰龙王还是他 身上都有今天的威慑爆发 竟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级别 见到他们 其他火系霸主的内心 立刻像是浇了一盆冷水 这两位 实力在各个图腾国中 公认得强 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他们 等一下 有没有机会 左山观虎斗 先让火焰龙王和熔岩巨兽厮 坐等他们两败俱伤 不少火系生物生出这个念头 不然 直接去跟他们厮杀竞争 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胜利的几率太小了 夜兴 东皇区域 神灵喊了一声夜兴 而夜兴则是摇了摇头 我的赤阳岩配合我的玉兽天赋 对占顶级霸主已经是极限 靠单宠圣他们的几率很小 神灵沉默后 道 我的火灵扇也一样 虽然是机械传说后人 但是神灵的玉兽天赋很奇特 那就是契约的宠兽越古老 能发挥出来的力量就越强 所以 他基本是契约一些古董刀剑类死灵 不过 他本人倒是对考古兴趣不大 以他的身份 这类宠兽 只要提提要求 就能到手 根本不用自己去寻找 结衣 祈祷方向 凤凰院结衣也沉默无比 他身旁 凤凰院寄箱传奇 按住了他的肩膀 让他暂时观望 一个刚刚突破 传奇的年轻人 很难竞争到那团生灵之火 这个时候 反而各方都无比忌惮起来 这个神话试炼的规则很简单 甚至到了简单粗暴的程度 谁是最强火系 谁就能获得生灵之火 但就是这样一个粗暴的规则 让许多火系霸主 火系玉兽尸头都大了 还不如来一些复杂的 考验天赋 或者潜力的试炼 比战力 像话吗 这不是摆明了 不给人机会吗 没有人吗 此时 使神脚下的赤色大地上 生成一个巨大的方形火域 团团升起的火苗 围成了一个火之场地 他道 对自己实力有信心的 都可以来手累 不用担心损耗 只要你获得了一场胜利 我就会用这团生灵之火 沐浴你们的全身 生成你们消耗的火焰力量 和予产生的伤势 日落之前 最终留在这个领域中的 就可以获得这团生灵之火 沐浴生灵之火的过程 也是强化自身的过程 所以 就算无法站到最后 只要你赢下一场战斗 也可以得到强化 前提是 下一场 你能活着下去 同样 如果你明明有实力 却迟迟不上来 那么这团火在不断消耗下 力量会下降很多 就算得到后 也不是完整的 所以你们谁感兴趣 就快点上来吧 不要磨蹭了 史神化落 所有人心中都是异景 这是摆明了 不让人舒服 林会长 运气不错 这个失恋 我拿下了 我先去了 再不去生灵之火 就该被别人用一下了 此时 石雨盯着史神 生灵之火 火之场地 露出笑容 石雨 虽然木会因因灵父提你后 你们的实力很强 但是会不会有些冒险 毕竟他才君王级 没事的 与此同时 林会长这边 他看着不假思索 就飞向火之场地的石雨 揪了一把心 石雨 去守累了 而石雨的火系重兽 好像就赤铜一个 赤铜才君王级 虽然附体石雨后 可能拥有媲美无敌霸主的战力 但负荷肯定很大 对抗起来火焰龙王那样常态的无敌霸主 估计会很吃力 何况 火焰龙王也有御寿师 就这么直接第一个去守累 真的没问题吗 看石雨那急迫的样子 好像是生怕别人用了他一点生灵之火 没问题的 石雨飞行过程中 内心坚定 石神可是说了 是以人类御寿师为主体的火系战斗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类御寿师 契约七只火系生物 那么战斗中 七只都可以用 其他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石雨清楚 参宝宝在进化后 也获得了微弱的火属性啊 虽然是罪末属性 但他的确有了火焰之躯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赤铜 参宝宝两只宠兽 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是火焰龙王 还是什么熔岩巨兽 哪怕是来了图腾级 赤铜加参宝宝 加他自己的组合 也未必不能一战 这个试炼 既然属性契合自己 那么他必须要拿下 生灵之火 生之规则 不错 赤铜的几个死灵系技能 锻炼到极致 有可能触摸到死之规则 再来个生之规则 就是生死大盗了 其实 石雨觉得 也用不着参宝宝 这个虚假的火系 只要对手不是图腾 他和赤铜 就能乱杀 使神说到这个份上后 无论是火焰龙王 还是熔岩巨兽 都坐不住了 都打算第一个上去手类 不过 火之场地 毕竟是距离东皇最近的地方 有一个人的速度 比其他人都快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 看着那道在念力包裹下 飞行的人类身影 他穿着暗红色的风衣 衣服和短发随风自动 那熟悉的面庞 立刻让各个势力的人们 想起来了那玉赛中 大言不惭 发下冠军宣言的身影 我会成为新的世界传奇 这个小子 不是说说而已 拼战里的神话试炼 他真敢第一个站出来 就好像他真打得过 那些无敌霸主一样 石宇 石宇他 此时 随着石宇飞向场地 缓缓落在了火之场地中 抬头与使神对视 所有人都震惊了 哪怕是世界树分身 也立刻沉默地看着石宇 这个小子 如果他没记错 石宇的那只熊和龙 的确很强 但是火系嘛 火系宠兽 好像才君王级 他怎么敢来接受 这个神话试炼的 图腾国和弃国的关系 向来都是水火不容 这种竞争中 是不可能留守的 一有差池 就会生育 虽然 石宇可能也不怕死就是了 石宇 此时 随着石宇出场 熊猫学姐 白溪他们都是 表情一领 残宝宝进化出火系 没有一个外人知道 所以 在众人印象中 石宇只有赤同一个火系 弃国御寿师的优势 就是契约多只宠兽 而此时 石宇显然不具备这个优势 拿什么跟一对一专精 培育霸主的图腾国御寿师去争 应该 没问题吧 陆清一声呼吸一口气 他觉得 石宇不像是没把握乱出手的人 另外 即使对手是图腾国 也应该不至于对石宇下死守 毕竟 石宇死了 谁也别想好过 是那个人类考古学家 一空间中 半神们目光深邃 弃国传说则是猛的皱眉 哪怕是神渊传说也一样 他认可混沌熊猫和青龙的实力 但是对于赤童 他还真没怎么了解过 木灰英将军英灵转身 听起来 很厉害 但哪个半神势力的继承人 此时没有封号及战力 石宇 有把握吗 当下 石宇站到了场地上 让史神非常意外 他道 我还以为 人类不会超凡能力 原来还会念力吗 算了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石宇微微一笑 道 混血的人类 掌握着一些超凡能力 不过我不是混血 是靠特殊资源开发出的念力 说完 他环视起来了四面八方 说实话 石宇不想进行车轮战 哪怕是自己 石宇也不想 先消耗一些生灵之火 他想拿回去完整的生灵之火 留着研究 所以 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挑战 石宇刚刚到来 就对着四面八方道 抱歉 这团生灵之火 我要了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面子 不然 刀剑无眼 我不能保证挑战者 尤其是图腾国的挑战者 可以活着结束战斗 哄 说完 李坚霸主级的精神波动 从石宇身上绽放 让所有人心中一礼 被石宇的话震惊住 图腾国的火系霸主们 都是瞬间露出怒火 这个人类 是在威胁他们 这一刻 所有拥有顶级霸主之上 站立的火系霸主 尤其是熔岩巨兽 和火焰龙王 表情上充满了嘲弄的笑容 这个人类 只不过吃了一颗不死果实而已 是不是太膨胀了 真当没人敢杀他吗 一个人类 就算复活为图腾又能如何 不过最弱图腾罢了 对于他们这样 可以抗衡普通图腾的 无敌霸主来说 对抗还真不是问题 此时 石宇上去后 让不少顶级霸主 都蠢蠢欲动 虽然石宇单独 击败了顶级霸主 但预赛的首官霸主 不过是最弱顶级霸主罢了 在场许多拥有霸主意志 能量值在八千万以上 且有玉兽士增幅的霸主 都有信心 可以一击秒杀玉赛的 首官霸主 所以他们看到石宇出现 都想去先会一会 起码这个家伙 比火焰龙王等 无敌霸主好对付多了 但凡能蹭到一次生灵之言 就不算亏 大不了等接下来 遇到更强者时候 直接认输 想到这里 许多火系生物 兴奋地一跃而上 西方 一只全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 不死鸟 猛然飞向场地 南方 一头全身燃烧火焰的雄狮 奔向场地 他们身上 都有着一位年轻的玉兽士 只不过 主仆身份 一目了然 石宇看向这些霸主 心中一速 能量值都在八千万以上 也有霸主意志 更有传奇玉兽士仆从 能量值估计可以 轻轻松松爆发到意义上 怪不得赶来挑战自己 不过 好 和石宇一样想法的 还有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他也一飞冲天 同时 出神入化级的龙威 笼罩天与地 直接朝着不死鸟 与圣燕雄狮碾压而去 显然 他也不想有人截足先登 先用一下自己的生灵之火 无论是石宇 还是火焰龙王 都想得到完整的生灵之火 所以 他们不可能让别人 先在场地上 奋出一场胜负 哪怕使用一次火焰 名称 火焰龙王 属性 龙 火 成长等级 霸主级 能量值 九千六百九十九万 相比不死鸟 与圣燕雄狮的力量 火焰龙王的龙之力 明显更为狂暴 他的龙威笼罩之下 不死鸟和圣燕雄狮 以及他们的契约者 表情一变 动作瞬间一致 动作僵持了一下 无法再高速前进 因为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 如果继续前进 等待的 可能是火焰龙王先一步的攻击 哄 半神势力 巨龙帝国继承人 火焰龙王 庞克哈姆的龙威笼罩天地 他强壮的身躯 仿佛都是由百炼的 红色钢铁组成 鳞片犹如火焰浇灌的铁水 颜色深红 与金黄交织 整个身躯炽热无比 龙尾末端 还燃烧着龙之烈焰 不仅是身躯 他颈 头颅 肠尾 利爪 尖牙 四只强而有力的脚 还有那一对火焰双翼 全部都是极为霸气的形象 光看上去 就蕴含着无上的力量 好 遥远处 火焰龙王飞翔而来 他的身上 一个穿着红色铠甲的男子 就仿佛是一个 没有意识的傀儡一般 随着火焰龙王到来 他进化为一道红色光芒 融入了火焰龙王身躯之内 嗡 瞬间 火焰龙王那原本就非常壮硕的身躯之上 出现了一层红褐色的战甲 并且火焰龙王的气息 也节节攀升 达到了一个更为离谱的高度 能量值 时雨目光灼灼地 看着飞来的火焰龙王 对于巨龙帝国 培养混血人类的技术非常赞配 这个火焰龙王的传奇蒲丛 竟可以化为战铠 武装在火焰龙王身躯上 而那个雷龙大将的御兽师 则是逆向合体天赋 也可以将自己 融入雷龙体内 都是妥妥的 以兽为主体 想战胜这个家伙 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了 不过 同样的 只要战胜了这个家伙 代价将能弥补回来 既然这只火焰龙王 不肯卖他一个面子 时雨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哄 穿着巨大铠甲的火焰龙王 落在了火之场地上 此时此刻 使神眯起眼 看向了火焰龙王 龙族 还有 这个就是御兽天赋吗 果然很有趣 你很强啊 哪怕是来自神话时代的神灵 看到霸主级的火焰龙王 拥有如此气势 也都十分赞配到 在神话时代 并不是全都是神话级生物 那个时候 也有许多霸主 君王乃至统领 超凡 火焰龙王此时的状态 在史神看来 即使是在神话时代 也算是霸主级第二梯队的了 至于第一梯队 则是那些神话种族 霸主级 要知道 神话时代的规则 可是十分完整的 而现在 这只火焰龙王 能在神话尚未复苏的时代 达到这种成就 天赋在史神看来 的确可以 相比较下 那个会用念力的人类 除了念力外 倒是还没展现什么特别之处 不知道他的契约生物是什么样子 火焰龙王 庞克哈姆 火焰龙王登上场地 与史语完成对视时 东皇上上下下的御寿师 都是表情一宁 凝重地 看着对峙的双方 巨龙帝国的大敌亭乡一方 龙宫城一方 也都是表情猛然阴沉 冤家路窄啊 哄 相比渺小的史语 火焰龙王的气势 恐怖无比 像是喷涌的火山 这让远方的熔岩巨兽 都不由得微微沉默 老实说 他也没有把握 战胜这个家伙 巨龙帝国的火焰龙王 无疑非常强大 然而 就是面对如此强大的火焰龙王 史语却站在火海中 纹丝未动 在万千道目光的注视下 看向了火焰龙王 道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上来之前 想必你已经有所觉悟了 啊 火焰龙王硕大的鼻孔中 喷射出火焰 火红色的龙木 充满不屑的意味 看着史语 小鬼 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不是 对于自己的实力 产生了什么误解 蠢货 此时 恶魔国一方 舵天使奥德里奇低声道 史语这里 他感觉 还根本没显露出实力 当初史语看他那一眼 展露的龙威 在奥德里奇看来 比火焰龙王的龙威 恐怖多了 那到龙威 至今他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虽然那看起来 不像是火系的龙威 但是史语这样的强者 敢站出来 肯定有其原因 如果火焰龙王大意 肯定会吃大亏 当初 史语与奥德里奇对视 运用了青龙领域 同时与重重精神连接 的确强大 至于现在 既然史神要求是火系对决 那就火系对决好了 很可惜 我对于自己的实力 非常清晰 史语感知着火焰龙王 目前的状态 十分平静道 比十一弱 比重重弱 弱太多了 既然如此 赤铜 史语直接开口 紧接着 一道萦绕橙色火焰的紫色 召唤图阵 出现在了史语一侧 史语伸出手来 直接伸向召唤图阵 随即 凌空缓缓拔起 惊人的热浪喷涌 一把红色神剑 慢慢从玉兽空间中被拔出 出现在了史语手中 卧槽 他还是六级玉兽师 见到史语的召唤图阵颜色 不少人傻眼了 原本 无论是七国还是图腾国 以为史语这么勇 是因为利用世界树枝叶 突破到了传奇级 结果 看到史语的召唤阵颜色后 众人才他喵的发现 这个小子 还是六级玉兽师啊 别说是其他势力了 就算是东皇自己这边 也都傻眼了 因为 不仅是史语的等级 史语召唤出来的宠兽的等级 也让他们颇为无言 缓缓被史语拔出的剑灵 那是一个火焰系 死灵系的宠兽 在场的霸主们 图腾们 非常确信 自己完全没有感知错 从能量波动 来感知君王级 那个史语手上的火焰剑灵 只不过是君王级的生命波动 如果我没记错 史语只有一个火焰剑灵是火系 其他宠兽 全部不是火系 也就是说 这个家伙 打算靠着一把君王级剑灵 去跟有着传奇玉兽师 辅助的无敌龙王战斗 开什么玩笑 这一刻 熟悉一些史语资料的七国玉兽师 呆滞了 哪怕史语本体战力 因为吃了不死 果实非常强 但他们 也实在想不出 一个六级玉兽师 加君王级火系宠兽的组合 怎么战胜一个 七级传奇玉兽师 加无敌龙系霸主的组合 嗯 史语同样的疑惑 他也可以明确感知到 史语他们这边 从等级来看 弱势了不少 想越急战斗 如果是天才越庸才 那不是不可能 但是 对面的火焰龙王 可也是顶级的天才啊 啊 当下 火焰龙王是最想大笑的了 他也原本以为 史语突破了传奇 结果这家伙 还只是六级玉兽师 神员 你们的人 想做什么 其余六国的传说 见史语就这样上去 等火焰龙王对决了 都是心中一慌 尤其是神风等国 要知道 史语可是答应了 世界赛结束后 共享机械换兽体系 如果史语挂在世界赛中 这承诺 还能有效吗 不清楚 但 相信他吧 神员默默到 史语本体那么强 死灵附体后 理论上来说 弱不了的 只不过 因为不清楚赤同实力 再加上对手实力太过强大 神员此时也没多少信心 小鬼 让你看清楚差距 好 没有犹豫 火焰龙王 直接发起了进攻 首先是威慑阵敌 庞克哈姆张开嘴巴 忽然发出一道 响彻整个伊纳泰拉的龙银 庞大的龙银 席卷着龙威 几乎让所有图腾级之下的生命 都捂住耳朵 心中发战 这还是 图腾们帮助麾下观众 抵挡了力量的结果 火红色的龙之咆哮 主要集中在火之场地 主要攻击对象是石语 此时 石语这里 理应承受最恐怖的压力 声音和威慑 缠绕到一起了 龙威本就强大 何况火焰龙王 还将威慑锻炼到了出神入化级 配合他的声音类绝招 哪怕是普通的霸主级 恐怕也会瞬间 沉浮在他的霸气之下吧 有图腾国御寿师捂住耳朵道 他们旁边的霸主也无法否认 十分地严肃 比拼威慑吗 咪 干他 赤童剑迎回荡 这威慑 比重重的龙威差远了 好 干他 这一刻 手持赤童的石语 周围的蓝色念力波动 瞬间被染为橙红 周身开始变得模糊炽热起来 有红色的火丝迸发 萦绕在他周身 他蓝色的双瞳 瞬间转变为赤童 目光中仿佛也蕴含火焰 除此之外 他的发色 也是瞬间从黑色 开始向着红色渐变 死灵系高阶技能 附体 这只死灵 还会这招 猛的 各国的御寿师们 霸主们 纷纷认出这个技能 紧接着睁大眼睛 突然想起来了 合体 附体 装载等天赋技能 可以由御寿师和宠兽 共同使用 对于双方战斗力的加成 取决于御寿师 和宠兽双方的实力 石鱼本身的实力就很恐怖 被死灵类宠兽附体后 又该变得多强 一时间 各方势力无法想象 那个剑灵附体 非常强 明华中 曾遇使金凤龙雀 败于石鱼之手的艾米瑞 和观看过这一战的 明华御寿师 都极为认真道 只不过可惜 附体石鱼的死灵 依然才君王级 如果是霸主级 死灵附体石鱼 说不定真能和火焰龙王 此时此刻 石鱼在持续变身 哄 被一声 无数火似靠拢 一股猛烈如同太阳火焰般的灵气 化为气焰包裹石鱼全身 这一瞬 石鱼整个身躯更加消瘦 但却更具力量感 此时 石鱼的气息完全转变 不像是人类了 目光钟情感淡了许多 更有惊人的威慑 从他身躯爆发 石鱼的准图腾灵魂 配合死灵赤铜的满脊附体 瞬间让他们共同的战力等级 来到无敌霸主层次 哄 当下 火焰龙王的威慑 配合音波石质化为火焰巨龙 狂暴而来 而此时 顷刻完成附体的石鱼这边 也不甘示弱 哄 伴随一道高明 红发剑神石鱼身上气冲云霄 火光爆发 火光中 一股震撼的凤威席卷而起 直冲云霄的橙色火焰 彻底遍布天空 绚丽的火焰化为凤凰 火红色的巨鸟虚影翱翔于半空火焰之中 头顶王冠般的鱼冠 彰显着他鸟中之王的威夷 寂静呼道 凤凰威夷 碰 两股实质化的威慑 瞬间厮杀到了一起 咔嚓 这一碰撞 顿时让火焰龙王脸色一变 方才 火焰龙王对于石鱼 可以说是不屑于顾 但是此刻 随着赤童的满脊附体 将他们灵魂力量合二为一 发挥出来了最大的附体效果 并且爆发出更高熟练度的威慑 且是不逊色龙威的凤威 一瞬间 火焰龙王表情呆滞 好 就 龙啸凤银依然回荡在伊纳泰拉 庞大的威慑碰撞 几乎让现场的霸主们喘不过气来 大约数秒过后 咔嚓一声宛如空间破碎 双方的威慑四散纷飞 火焰龙王飞行而起 势不可挡的龙威被抵挡 他通红的双目 瞬间狂暴地看向了石鱼 静 竟然挡住了 与此同时 发现石鱼轻松抵挡了火焰龙王的龙威 不少观看者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要知道 双方整整差了一个大级别 当下 所有七国玉兽失猛地看向了那个红发赤童的火焰剑神 看着他平静的面旁 忽然一阵冷寒 包括叶星在内的七国王牌 都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是吧 这小子 不会真的有和火焰龙王对抗的实力吧 林会长 此时 林会长已经回到了东皇选手这边 神灵见到他 立刻询问道 石鱼过去 您知道吗 林会长沉默地看着远方 道 知道 让他试试看吧 原来如此 一个是人类融合宠兽 一个是宠兽融合人类吗 与此同时 史神发现了 石鱼竟然真的可以和火焰龙王势均立敌 不由的心中惊讶道 以他们这个级别的水平来看 这个提升 的确不俗 甚至可以说恐怖 嗯 旁边世界树分身也十分吃惊 没想到那个混血剑林附体石鱼 能爆发出来这样的力量 哄 战斗继续 石鱼的身影已经从地面上一闪而逝 来到了空中 他漂浮在空中 目视着前方的火焰龙王 直接一箭斩出 刷 石鱼一箭落下 无数看着空中的人 这一瞬间 只感觉眼前的光线 转眼被夺走 世界仿佛坠入了黑暗 这一刻 火焰龙王最为明显 直至 眼前出现一道光亮 眼前仿佛出现一颗太阳火球 那是剑光 一道好似从黑暗中 破晓而来的扬颜 剑光滑过 化为一道恐怖的火焰剑气 直击灵魂而来 小鬼 不要太小瞧人了 哄 天空中 火焰龙王身上的战铠 弥漫起光芒 他释放出骇人的杀气 全身被龙之燕光包裹 顶着笼罩半个会场的巨大剑光 轰然向着石鱼飞来 无穷剑光落在火焰龙王身上 令不少人大惊失色的 是 石鱼这志强的一击 竟然没能在火焰龙王的铠甲身躯上 留下什么伤势的痕迹 反而转瞬被吸收 这一幕 即使是石鱼都微微皱眉 果然还不行吗 见到石鱼的攻击 对于铠化的火焰龙王无效 不少人心中一凸 无法破防的话 这怎么打 好 硬抗了石鱼的攻击 火焰龙王飞行而来 凌空抬起巨大龙爪 有黑色龙神虚影凝聚在他爪上 配合爆裂火焰 席卷着无与伦比的毁灭意境 龙神爪 轰隆隆 空间不断扭曲 这一抄接技能 是巨龙帝国的传承技 威力无穷 锻炼到极致 直指毁灭规则 此刻 见到火焰龙王用出这一招 不少势力都表情一变 这一招 也是巨龙帝国的黑龙主宰的招牌技能 只不过黑龙主宰已经锻炼到了准神技的地步 一招之下 异国覆灭 虽然火焰龙王的龙神爪 还没那种火候 但从他的威力来看 显然也是被火焰龙王主修的超阶技能 果然还是太勉强嘛 东皇这边 神员 灵会长 心中一颈 陆清一 熊猫学姐 兽儿娘学姐等人 也都为石宇揪了一把心 龙神爪袭来 对面 石宇身呼吸一口气 手持神剑剑身之上 有炽热的橙红色阳炎 与蓝紫色的鬼火凝聚 恐怖的交错之剑化为剑压 轰得一声释放 去抵抗龙神爪 阴阳交错之剑 这一刻 石宇高举手臂 阴阳交错之剑凝聚于手中 快速落下 只见一声巨响下 此时此刻 石宇身上既有蓝紫色的幽名鬼火营绕 又有橙红的阳炎流淌 两股交错力量的交织下 让石宇的气势进一步提升 轰 刹那间 石宇前方绽放的阴阳交错剑压领域 与火焰龙王挥舞而来的龙神爪 相互碰撞 轰隆隆 两股力量挤压到一起 惊天动地的气势贯穿天空与大地 这个过程 无数火焰剑影重叠在了赤铜身上 石宇他们的力量还在节节攀升 奥义 万箭归一 轰 原本 众人以为 石宇在这一击下 必然会被瞬间击溃 不过 石宇的反抗手段 超乎了众人想象 庞大力量于石宇手中之剑爆发 恐怖的阴阳交错剑压 瞬间与龙神爪 形成对抗局面 好 庞大的火焰龙王挥舞着巨爪 渺小的石宇以剑压硬抗 双方的画风 于这一刻扭曲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表情凝重无比 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区区六级御兽师 配合一个君王级宠兽 可以应接自己的龙神爪 此时 身上吹拂 肉体 精神 灵魂 已经产生了压力 明白了过来 正常情况下 自己恐怕配合赤童 很难是这只火焰龙王的对手 交错之剑加杨炎 加优名鬼火 加万剑 龟一奥一加附体御兽 竟然 连防御都无法破 半神势力的无敌霸主 果然不同寻常 话说 这真的是霸主级之间的战斗吗 各个势力 都有霸主震害地 看着双方的碰撞 非常确幸 如果此处不是坚固的伊纳泰拉 一空间中 巨龙帝国的黑龙主宰 淡漠地 看着碰撞的双方 龙宫城的龙神 也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巨龙帝国和东皇一脉 也是世仇 这一战 很大可能 会以一方阵亡而收场 不仅是双方势力自己明白 其他国家的人员 也非常清楚 此时此刻 世界赛 已经开启了 火焰龙王也好 黑暗精灵王也好 这些世界赛的夺冠热门选手 都有可能在神话试炼的竞争中 提前死去 被淘汰 好 死吧 半空中 火焰龙王龙目中 闪过暴虐之色 这一刻 令不少人震惊的是 包裹火焰龙王全身的那战凯 直接化为流动的光芒 汇聚于火焰龙王的力爪之上 形成了一个巨爪铠甲 这一刻 火焰龙王的力量 好像又猛增了数倍 轰的一声 石雨驾驭的阴阳交错剑压 咔嚓 一声破碎 恐怖无比的冲击波 一瞬间将对面的石雨 吞噬得无影无踪 化为一道惊人的波动 向着地面碾压砸去 轰隆隆 光芒划过 庞大的龙神爪 波动落在地上 使神划分的火之场地 立刻出现三道凹陷 十几米的巨大裂坑 裂谷中弥漫着惊人的龙之烈焰 石雨的身影 就仿佛被打入深渊一般 石雨 剑状 高轩 邹运 几风等人 目光猛的一惊 看向了漫天 还未消散的能量余波 寻找起石雨的身影 完了 那么变态的石雨 也翻车了吗 卧槽 没问题吗 帝都大学的 玉之猫头鹰等霸主 也一惊一乍的心脏突突到 猫猫一边咬着水果 一边凝重道 应该没事 那小子其他宠兽很强 不至于被打死 最多就是因为 派出了更多宠兽 违反规则被淘汰 火焰龙王一找 直接击飞了石雨 直接让众人明白 即 果然不是这么好跃的 六级的石雨 哪怕底蕴在封后 想跃及战胜火焰龙王 这样的无敌霸主 这样的世界赛冠军候选 还是痴人说梦 不过当下 人们更想知道 被火焰龙王一击打飞的 不见踪影的石雨 究竟是生是死 如果是死了 总该变成图腾了吧 如果是生 在哪 他没事 忽然变得更强 抵消了那一击 此时 世界树分身 使神惊讶地看向了碎裂的场地 火焰深渊般的地底凹洞中 随着一声声干咳 石雨缓缓飞了起来 此时 他的衣服已经残破了许多 不过人的状态 倒是看起来相对完好 即使是表情上 也见不到多少异常 呼 此时的石雨 双臂近乎化为了巨大的凤凰翅膀 再生之言修复着他的损伤 缓缓飞了上来后 他落到了一根岩柱上 抬头高望火焰龙王 表情不善 嗯 此时 火焰龙王面色一变 目光震惊 没想到这个小子 竟然还没死 这怎么可能 他那一击 就算是同为无敌霸主的龙族 也得受到重创才对啊 为什么这个人类 看上去一点伤势都没有 就算有恢复技能 也不可能如此彻底 石雨没事 快看 他又飞出来了 还是别打了吧 帝都大学一方 尹正凡表情担心 虽然石雨在他眼中 做过许多不科学 且极为离谱的事情 但是对手为半神势力的继承人 这样的势力 可是曾经导致古东皇 陷入崩溃境地 和以往的对手不一样的 基本不可能再创造奇迹 原本 尹正凡这个和石雨 曾经有过几次交手的小朋友 已经承认了 自己不如石雨 希望石雨能多创造创造奇迹 可是现在 他只担心石雨的安危 希望石雨不要勉强 没问题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石雨老弟这么吃脸 见到石雨没事 郑海他们都松了口气 先是被石雨惊人的 附体实力惊住 不过紧接着 就又被火焰龙王那夸张的力量震慑 郑海见识过自己师父的实力 火焰龙王这等力量 虽然还不如他师父 霸海传奇权力发挥 但也是完全已经超越了 传奇级的标准了 配合玉兽师 已经可以称之为 封号传奇级 这个人类 断不可留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杀了他 图腾国这边 也声音不断 此时此刻 虽然得知了 蓝星有着外敌 但是 见识到了石羽的惊人潜力 各大图腾国 瞬间感受到了 石羽的威胁 这个家伙 六级姿态配合 君王级死灵 就有着堪比 无敌霸主的力量 要是他借助 世界树枝叶 突破到了传奇 宠兽也来到了霸主级 那该多可怕 是不是能威胁到 真正的图腾级 当下 无论是哪一个 参加了世界赛的图腾势力 都希望这一战 中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可以终结石羽 哪怕把他变成 图腾死灵淘汰也好 不能让这个小子 继续参赛下去了 不能让他突破七级 必须把他扼杀在六级中 好 此时此刻 见六级石羽 成功承受了自己的一击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也从石羽身上 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知道不能放任这小子 继续参赛下去 不然 他突破后 必然会成为 寄雷冠橡胶神术 青龙太子外 他的第三大致命威胁 该轮到我了吧 就在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想着怎么样结束 石羽的生命的时候 石羽微微抬头 化为凤凰翅膀的双臂 重新恢复 一把火焰剑灵 重新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本来 不想用这个状态的 不过看来 如果不使用 很难击败你了 这个状态所需要的代价 就由你的性命来支付吧 石羽抬着头 赤色的双瞳 已经抹上了一轮斜衣的紫色 想战胜庞克哈姆 石羽有三种方法 一是开启太极领域辅助赤童 二是派出参宝宝一起战斗 三是 依然是他和赤童作战 只不过 需要爆发出他们的全部战力 刚刚 赤童使用的抄阶技能 全部为种族技能 熟练度没超过完美级的 所以即使多种技能组合起来 也不是庞克哈姆的对手 但是 他们可不仅有种族技能 更有 达到了完美熟练度 专门为赤童量身定制的 抄阶教授技能 完美级 妖刀诅 完美级 王者复苏 前者 可以把斩杀的生灵的诅咒 储存在体内 在需要的时候 进行解放 进入诅咒状态 以极大的副作用 换取更强的战斗力 后者 可以把斩杀的生命 转化为死灵傀儡 目前 赤童的亡灵空间 就有着三尊霸主级的傀儡 刚才 石羽和赤童 就已经完成了近乎极限的爆发 但那 只是正常情况下的极限 石羽所能承受的极限 既然有能承受的极限 自然有无法承受的极限 看似无法承受 但这个极致的爆发状态 所有的负荷 都可以通过 替死鬼与王者复苏的组合剂 交由死灵傀儡承受 这个状态下 石羽是无敌的 以死灵傀儡为献祭品的攻击 即使是图腾面对 都需要震撼 就是 会导致死灵傀儡崩溃 彻底死去 所以 石羽基本不用 不过 如果在使用了这一组合 奥义的前提下 一个死灵傀儡 那就没问题了 希望接下来 不会有人重挡你的覆辙 石羽的话 犹如冰冷地狱传出的回音 回荡在火焰龙王耳边 让他想吃笑的同时 流露出凝重无比的表情 紧接着 表情万分的震撼 还没等火焰龙王反应过来 自己这种危机感从而来 石羽身上 忽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波动 他身上的红色火焰 全部转化为了邪恶十足的紫燕 滔天紫燕 瞬间染遍天空和大地 让所有人都表情一惊 石羽 难不成还有其他底牌 这是 世界树分身和史神 乃至一个个半神传说 都能感受到 石羽爆发的那更恐怖 更邪义的力量 这股邪恶的力量 甚至让杀生无数的图腾国霸主们 都心中一颤 此时此刻 石羽周围气旋顿时翻涌起来 冲天的紫色气焰 包裹了他全身 将他的赤发赤铜 燃烧成为了紫发紫铜 咪咪咪 石羽手中 赤铜病骄贪婪般的声音下 这宛如领域的紫燕 仿佛燃烧了空间 一尊又一尊死灵霸主傀儡 被赤铜通过王者复苏召唤而出 紫色邪言缠绕下 一条青灵骄灵 一只冰金虎灵 一头覆山归灵 于冥烟中出现 他们每一只 也都散发出了强大的霸主威势 伴随他们一起出现的 还有数之不尽的残魂 他们就像地狱而来的厉鬼 漂浮在紫烟中 发出圣人的泥南 仿佛是在向赤铜和石羽所命 庞大无比的诅咒之力 让石羽此时的状态 看起来邪恶万分 邪恶道 让天空的火焰龙王 都表情惊惧起来 这家伙 到底杀了多少凶兽 石羽表情默然 他可不是好人 赤铜的一路成长 都是靠着凶兽之魂 这个灵体 此时 随着石羽召唤出死灵傀儡 天护国选手们 尤其是带队的狐神 以及契约了新月湖的月光家族大小姐 纷纷震惊地看着那熟悉的死灵傀儡 总觉得 眼熟 不 甚至就是同一个 这个石羽 有问题 东皇 有问题 竟是两个锻炼到极致 可蕴含死至规则的技能 与此同时 石羽很快发现了 石羽的火焰剑灵 简直离谱 不仅掌握质阳的太阳之火 更是掌握王者复苏 妖刀诅这样 足以抵达死尽极致的招式 所有的目光 落在了石羽身上 其中 黑龙主宰瞳孔一缩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他迟疑该不该出手时 为时已晚 哄 死气凛然的石羽身上 再次涌现致阳 纯粹的阳言 妖刀诅咒 亡灵复苏的邪恶力量 与阳言纯粹的力量 同时凝聚于剑身 同时 万剑归翼无限 叠加至最高程度 好 这一刻 石羽身后 被召唤而出的清灵骄灵 覆山归陵 兵精虎陵 顷刻在紫色火焰中 被灼烧干净 成为了这一击的替死鬼 傲义 石羽的青南生中 气冲云霄的庞大死气 与阳言交织到了一起 形成一道宛如炼狱的剑鸭 席卷惊天动地的威势 向着火焰龙王吞噬而去 哄 这一击 贯穿天穷 区区人类 这一刻 火焰龙王还是狂妄 但下一秒 他瞬间瞳孔皱缩 感受到了致命的危机 浑身颤抖到了极致 随着剑鸭的接近 他内心惊呼着不可能 他感受着这一击的力量 浑身持续颤抖 想要动 却很难 这一击上席卷的恐怖威慑 已经彻彻底底将他锁死 他感觉自己 就像一张棋盘上孤立无缘的独子 正面临海啸般的攻势 哄 滔天的剑鸭之下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发出惊恐的怒吼 感知到致命危机后 他的霸主意志瞬间激活 激活了他无与伦比的潜能 庞大的黑色龙神虚影 凝集在了庞克哈姆的剧爪之上 让他瞬间震碎了威慑的束缚 同时 震怒地向着已经逼迫到身前的剑鸭领域砸去 哄 刹那间 石羽和赤铜斩出的奥义 再次与龙神爪互相挤压到了一起 震撼的碰撞生机碎了空间 传递到每一个一空间半神耳中 然后 请客之间 在火焰龙王无法接受的目光下 他的身躯 瞬间在所有人的不可思议的视线中 重复了刚才石羽的状况 完全被吞噬了进去 轰隆隆 紧接着 剑鸭还在不断推进 直至天空 将天空一分为二 刚才使神降临出现的赤色天空 此刻顷刻破碎 直接化为了紫萌萌一片 点燃着橙红火焰的天地异象 相比幽冥鬼火 妖刀诅咒带来的力量 明显和扬言 能产生更恐怖的爆发 火龙王大人 这一刻 轮到巨龙帝国的人员 震骇地看着天空了 包括之前参加预赛的 雷龙大将等霸主 他们一个个难以置信地 看着天空 无法接受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其他众多图腾国的霸主 玉兽师 此时此刻 几乎是整个岛屿的选手 观众 都纷纷震惊地 看着瞬息改变的天象 烟尘散去 灰蒙蒙的云层中 火焰龙王的身影得以浮现 此时 不管是哪方势力 目光都是呆滞无比 只因为天空中的火焰龙王 此时别说是 玉兽师所化的铠甲了 就算是一身龙灵 一身龙躯 也完全消失不见 在这一击下 只剩下了半身残破的龙骨 席卷在恐怖的能量潮汐中 依然饱受着摧残 这一刻 暗夜森林的黑暗精灵王 恶魔国的堕天使 起源帝的橡胶神术 龙人帝国的青龙太子等选手 这些巨无霸势力的继承人 表情都是震撼万分的 看着天空 火焰龙王 那个巨龙帝国 不可一世的火焰龙王 死 死了 连完整的身躯 都没有留下 林会长 东皇 夜兴 神灵 正海 蒋天阳 周明等人 目露震惊之色 看着天空 看着那个紫发石宇 转头看向了林会长 发生了什么 石宇 石宇他 欲使君王及丹宠 灭杀了半神势力的继承者 一尊无敌霸主 他这个实力 还用保护 此时 林会长也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石宇是拿混沌熊猫 乃至青龙 战胜的火焰龙王 他都不会吃惊 但是 林会长怎么也没想到 石宇只是单独和 木灰阴阴灵组合 就发挥出了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霸海传奇 宝石猫 都是一脸金融 卧槽 石宇这小子 实力怎么这么夸张了 他的王牌 不是那个熊猫吗 当下 乃至一空间 观战的一尊尊半神 传说 也都是目露震惊之色 看着这一切 其中 巨龙帝国的黑龙主宰所处的空间 更是瞬间破碎 冲天的怒意 让他的瞳孔顷刻心红 龙宫成龙神 你是什么意思 他震怒地咆哮 响彻伊纳泰拉 恐怖的怒意 瞬间让整个岛屿都震动起来 众多半神此时都清楚 巨龙帝国的王牌选手被灭杀 这位黑龙主宰 恐怕已经暴怒到了极致 你忘了规则 龙神出手拦截了 想要救下火焰龙王的黑龙主宰后 知道接下来根本不用自己出手 只是瞬间 世界树分身 使神 纷纷看向了暴怒的黑龙主宰 哪怕是七国之间的世界赛 都允许愤出生死 更别提是七国和图腾国之间了 虽然有着外敌 但各方的恩怨 也不是一时半可可以化解 这种战斗 根本难以留守 好 随着众多道半神级 传说级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让巨龙帝国的黑龙主宰 愤怒压制到了极致 然而 当下 谁也没空去在意黑龙主宰的心情 场地上 更让所有人震撼的一幕发生 半空中 开始凭空剧 献一尊庞大的巨龙之灵 它有着火焰般的铠甲 威风霸气的燕翼 粗壮的龙尾 震撼人心的龙童 不是刚才被石羽和赤铜一剑灭杀的火焰龙王是谁 只不过 它此时的形态 十分奇怪 已经不像是正常生命 而是 像一个死灵 虽然 威势依然恐怖 好 巨大的火焰龙王之灵 被赤铜斩杀 通过王者 复苏巨献化后 缓缓落于地面 沉浮于石羽和赤铜身前 喷 喷 喷 紫发石羽一步一步登上庞大的死灵龙区 站立于他的身上 看向了目光惊骇 恐惧的各个图腾国霸主 我说过了 这团生灵之火 我要了 不然 刀剑无眼 我不能保证挑战者 可以活着结束战斗 那么接下来 应该没有人想后争了吧 划落间 石羽恢复了黑发黑童的形态 宛如无上魔王 而他手中的剑灵 则化为一只小红雀 飞舞于天空 还算满意地观察了一下新傀儡 随后 落于石羽肩膀 和他一起注视各方霸主 一人一灵 给无数图腾国带来的威慑 无与伦比的强大 如果还有人来 石羽和赤铜 也不介意 多更替点死灵傀儡 杀到无人敢战 此刻 七国也好 图腾国也好 一个个选手 都用无法理解的目光 看着这个六级玉兽师 火焰龙王 竟然复活了 而且 还成为了对方的傀儡 这真的是七国人类玉兽师吗 好可怕的邪道手段 他们实力观近乎破碎 这个世界 坏掉了吗 这TM十六级玉兽师 还威胁起来了 全图腾国 原来 并非夜星 吃了不死果实 强化了灵魂力量 借助死灵附体 发挥出最强灵魂之力的石羽 才是东皇最强的王牌吗 第434章 深渊的凝视 随着石羽和火焰龙王 庞克哈姆的战斗结束 此时此刻 整个伊纳泰拉 陷入了寂静中 之前叫嚣 要给石羽一点颜色 看看的火系霸主们 一个个腿软无比 谁能想到 石羽一个六级玉兽师 竟然图无敌霸主 如图狗 哪个敢称无敌 刚还想跟火焰龙王 竞争一番的容颜巨兽 当下 直接生出了放弃竞争的想法 震害的退后一步 就像石羽说的一样 如果上去 会没命的 生灵之火虽然好 但也要有命去用 东皇 竟然还藏了这样的王牌 此时此刻 联盟各国的协会会长 世界赛选手们 纷纷看向了东皇方向 一个个目光震动 传奇之下第一人 骗鬼呢 服用神话资源 不死果实的石羽 外加这把邪门无比的 附体剑龙 毫无疑问 是东皇隐藏之身的 一张王牌 原来这剑龙 才是他的王牌 被石羽的石铁兽 击败的亭香精灵安妮斯 被领击败的 荣光骑士路希尔 他们一个个表情复杂 原本他们以为 那只石铁兽 那个机械 幻兽才是 结果 谁能想到 石羽的附体战术 如此强大 这这这 此时 东皇这边 传奇选手之一周明 表情发颤 卧槽 自己之前 竟然还想挑战石羽 和他争序列排名 这家伙 拒绝了自己 难道 不是因为怕打不过自己 还好 陆青一松了口气 就知道石羽没事 只不过 他嘴角抽搐 石羽给赤童起名字时候 他还在旁边 为什么一转眼就 哈哈 此时 使神大笑不断 目光灼灼地看着四方 看着石羽 和他肩膀的火焰鸟鸣 不可思议 世界术说的没错 人类 果然非常值得培养 就算是神话种族 君王级 相比刚才石羽 他们那个状态 也不过如此吧 火焰龙王虽然强 但是这个人类和火焰剑灵的组合 明显更强 如果他们保持这个姿态 成长到神话级 使神可以想象到 那些入侵者 会多出一个怎么样的敌人 杀敌 复活死者为傀儡 献祭傀儡爆发杀敌 复活死者 这完全是顶级的以战养战手段 简直天生为杀戮而生 还有人要挑战吗 使神看向了四方 刚刚蠢蠢欲动的火系霸主 这一刻都不说话了 场地上 火焰龙王为背景板 石羽和赤童的身影 也的确让人生不起对抗的情感 冰龙王大人 一 龙躬成方位 海龙王猛地发现 旁边冰龙王正在眼中掉冰渣 就仿佛是再哭 却因为属性没哭出来一样 没什么 我只是想起了木灰鹰 冰霜巨龙刚才也无疑很震撼 本以为石羽在世界赛中 会因为混沌熊猫而声名大噪 但没想到 还能看到石羽配合主人的英灵 杀得图腾各国无人敢战 这一下子 让他想起来了 自己和木灰鹰一起战斗的时光 那时候 他的实力 甚至还不如这头火焰龙王 但是 当时图腾国的霸主面对他们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时光荏苒 主人已经不在他身边 但却以另外一种形式 依然震慑着无数霸主 史神大人 要继续等到日落吗 此时 火焰龙王身躯之上 石羽和赤童 看向了这位来自神话时代的神灵 没人骂 史神本以为 竞争生灵之火的战斗 会持续很久 接连不断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第一场 就出现了一个 让各方势力无人敢战的怪胎 这头巨猪 不由得有些无奈 再等一下 如果再没有人挑战 就结束吧 世界数分深道 他也乐意看到 石羽得到史神的赠礼 如果他没判断错 那个死灵 是人与凤凰混血 眼下 根本不是完整的状态 是转生成死灵的 生灵之火 应该可以彻底把其的血脉力量 彻底激发出来 让其变得更强 这个传承 给石羽 是十分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过去 根本没有火系霸主 敢跟石羽去战斗 见状 史神在众多生命震撼的目光下 哈哈大笑一声 把起由生灵之火凝聚的生灵刀 既然如此 这团生灵之火 就是你们的了 人类 爆上明来 史神的手中 生灵之火逐渐缩小凝聚 变成了一朵拳头大小的火苗 飞向了石羽 石羽振奋无比 神话试炼 比自己想的 要容易许多吗 而且 收获也大得离谱 一个试炼 不仅得到了神话级资源 更是 直接顺手 解决了一个世界赛冠军候选 哄 石羽用念力接住生灵之火 一团白色火焰 直接漂浮在了他手掌上 东皇玉兽师 石羽 同时 他看向了史神 剑名 赤童 为东皇王朝 木徽英大将军英灵 不错 我 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 史神大笑道 可恶 随着正式确定 石羽获得了第一道神话试炼的奖励 各个图腾势力 眼红无比 然而 却又无可奈何 此时此刻 各个传说 半神 心情各不相同 在他们沉默的注视下 世界树分身飞行于天空 道 明日太阳升起之时 我会唤醒第二位神灵 开启第二道试炼 第二道试炼 随着世界树分身化落 众人尽可能不再去想第一道试炼 而是关注起世界树分身所说的第二道神话试炼 希望这一道试炼中 可以分上一口汤 不再是单一的考验站里那么粗暴 这位神灵名为玄名 是他 世界树分身化落 史神表情一领 紧接着 他看向了世界树分身 啊 我忽然觉得 现在还挺有意思 我打算 多待一会儿 再去沉睡 目前 由于沉睡了太久 外加世界意志的压制 史神的力量百不存一 最好的恢复方式 就是继续沉睡 等待神话复苏 不过 难得被世界树花费巨大代价 提前唤醒 他想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树 培养的人族御寿师 不舒服就不舒服吧 好 世界树分身 没有拒绝史神的请求 这些神话时代的神灵 对于后世的情况很好奇 也很正常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世界树自己 也很好奇 他每次沉睡 都是许久许久过去 每次苏醒 人类都能发展出新的文明 让他惊讶 最近一次让世界树吃惊的 还是那个名为Z 神渊的几个人类 研究出了机械系 他希望 这一次苏醒 人类也能给自己 带来更多惊喜 玄冥士 玄冥之名 一下子吸引了无数人注意力 就连刚刚获得 一道神话传承的食语 都微微侧目 可惜 无论是世界树分身 还是史神 都没有过多言语 完成了第一道试炼后 双方一个重新化为 无数绿光 消失在了天空 一个重新回归于 神话遗迹 暂时休息 只留下了众人 思考着玄冥 究竟是何方神圣 刹那间 伊纳泰拉恢复了 平静与狂暴 无数人猛然看向 场地上的时语 目光再次变化 不过此时的时语 也还算淡定 虽然已经感受到了 无数股杀鸡 之前就已经预料过 不要紧 只要熬到世界赛结束 他感觉 自己的实力 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不拘任何人 第一道神话试炼结束 时语立刻被东皇 龙宫城层层保护起来 击杀火焰龙王 可以说 直接让时语上了 巨龙帝国的黑名单 对于时语的果断 神渊传说 龙神都还好 觉得时语做得不错 毕竟龙帝之后的 几次东方图腾之战 都有西方的身影 巨龙帝国 更是入侵的主力 杀得好啊 倒是林会长 有点无奈 毕竟接下来执政 东皇的还是他 已经可以预料到 这次世界赛后 东皇又要仇上加仇了 信不如命 时语见到宝石猫 林会长他们 迅速把自己护送离开 笑道 好小子 林会长心情还是兴奋的 没想到 时语跟赤童的组合 也这么强 当初时语说 赤童有独自战胜 顶级霸主的能力 他原本没怎么在意 在混沌熊猫的强大前 完全得忽视了 结果 时语给了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和预兽师 附体之后的赤童 会这么的强 时语到底有多强 究竟是不是东皇的王牌 随着时语战胜火焰龙王 这个话题 一下子在伊纳泰拉 各个势力间疯狂流传 此时 没有人再敢小距 这个六级预兽师了 那些准图腾级 图腾级的世界赛 冠军候选 一个个都凝重无比 认为时语威胁极大 毫无疑问 此刻的时语 实力直接进入了 世界赛选手中的 最强梯队 不过 时语也没有飘 在明天神话试炼开启之前 他跟林慧长等人说了一声 就又立刻钻回了一技 进行备战 一是快速恢复下 这一战的消耗 二是看看 能不能再突击强化一下 虽然时语认为全员对战 自己可以把世界赛 当宝宝贝一样万杀 但是神话试炼的 针对性太强 甚至想要获得资源 说不定还得跟 神话生物战斗 他不得不时刻提升自己 刚刚获得了 传说资源空心炎 灵界碎片 神话资源世界树果石 圣灵之炎 石宇这边可以说是大丰收 其中三个都是赤铜的 可惜赤铜目前都不适合使用 除此之外 它的杨颜花 古剑 也还没彻底使用 虽是对内最阔绰的重授 但却有心无力 咪 此时的赤铜 只能眼巴巴看着 咪咪咪可怜极了 毕竟哪怕是随便一件 传说资源都无法全力吸收 怕压制不住力量从而突破 哦 记忆 宁 石一 虫虫 参宝宝他们 也是眼巴巴地看着赤铜的资源 这就是土豪的烦恼吗 传说集得还好 但是神话集资源 这可是头一份 果然 越晚进化 福利越好 石一 参宝宝他们 逐渐相信 虫虫总结出来的这条规则 别急 等我突破到传奇 你就都能用了 这些除了是突破资源 到时候 也有可能用作净化资源 我找到合适的净化方法了 石一 笑呵呵地对着赤铜道 立刻让赤铜眼前一亮 零 石一 划落 零点了点头 道 根据资料来看 恶魔国的堕天使奥德里奇 掌握一种特殊净化剂 它就是因为具备这个净化剂 所以被誉为最接近神话种族的生物之一的 它的一体双魂 也是因为这个技能 如果我们有机会和它战斗 可以想办法弄过来 石一 刀 名称 灵魂化身 属性 死灵 精神 等级 超阶 介绍 可以凝聚成长性极高的力量化身 化身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融入本体 完成净化 你 赤铜一愣 零 这一招很适合掌握万件归夷奥义的你 你的分身 各种能力 只是本体的N分之一 哪怕通过附体无限叠加 对于能量的利用率 还是不高 而且强化模式单一 负荷极大 但是化身不一样 化身凝聚出来 就可以和替死鬼一样永久存在 除非死掉 才需要重新凝聚 另外 每一个化身 成长性极高 可以走出和本体不一样的路 比如 你精通死灵系和火焰系 那么化身完全可以精通精神系和光系 虽然属性不同 但具备和本体一样的潜力天赋 恶魔国的堕天使奥德里奇 便掌握着三个化身 每一个实力都无比强大 而最强的是 当本体和三个化身融为一体 完成进化时 这是一个靠培育分身 完成归源进化的一种进化剂 时宇得到堕天使奥德里奇的详细资料后 第一时间 就觉得这个技能非常适合赤童 嘿嘿 小赤童 你听说过诸仙剑阵和诸仙四剑没有 时宇靠坐在沙发上 打得想指导 到时候 本体 外加三个实力不逊色本体的化身 通过交错之剑 以及四项星阵等技能 组成剑阵 完成进化 相信我 实力肯定会强大 毕竟相当于是数倍的资源投入 此时 赤童这边资源的确也够多了 时宇觉得给赤童培养一个无敌分身之剑 似乎也不是办不到 就说那个蕴含生枝规则的火焰 就能塑造一个 和死灵之身的赤童力量 截然相反的生灵之剑赤童 到时候 生死交错 时宇觉得 大有可为 咪咪 赤童眼前一亮 很快就被时宇忽悠瘸了 一脸期待 就等着去讨伐堕天使了 依呀 残宝宝他们健壮 立刻询问起来 有没有其他技能 伊纳泰拉的强大生物这么多 稀有技能理论上来说 也应该遍地都是吧 有的 都会记录的 时宇笑呵呵道 接下来 连续和赤童 时宇他们扯淡了一番 交流了下这届选手身上的稀有技能 如果突破了传奇 很快就能复制过来一些了 就算不能完全复制 也没关系 时宇记下了他们的身份 必要时刻 可能还需要保护一下他们 别让他们死得太早 大不了等日后技能蓝富裕了 去图腾国登门拜访 只要他们不挂 就有的是机会 抱着无限的畅想 时宇最终拿起来了世界树果时 还是决定自己吃下 给宠兽吃 不过就是提升技能熟练度罢了 熟练度这种东西 时宇感觉之后 凭借技能图鉴 有的是办法提升 不急于一时 只要给一定的时间 技能等级都能上来 但是御兽天赋这种东西 想开发好了 还真得靠悟性 不是靠时间魔就行的 心灵感应得以进一步开发的话 性价比无疑更高 毕竟时宇根本没有其他提升渠道 这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翠绿色的世界树果时 被时宇吃下 很快 他盘坐进入了冥想状态 无比清醒的感觉 就仿佛是他在服用记忆水滴后 去背诵单词一样 前者是记忆能力提升到了最大 而现在 则是悟性提升到了最大 一个适合文科 一个适合理科 趁着神话及资源 强化领悟能力的时机 时宇立刻尝试挖掘太极领域 青龙领域更多神秘的规律 颇为震惊的是 自己漆黑的心灵世界中 此时 除了原本就存在的两幅领域图 当下 竟然有第三幅领域图缓缓出现 他看到了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这颗星球 时宇本以为是蓝星 不过随着仔细的观察 却越发觉得 比起蓝星 更像是地球 此时 一颗绿色的树苗 在漆黑背景的巨大地球之上 缓缓生长而出 世界术 这三个字 瞬间化为一股匪夷所思的念头 回荡在石与心灵 世界术领域 自己 竟然出现了第三个心灵领域 异象了 第一个是太极图 第二个是青龙图 而第三个 随着服用世界术果实 竟然出现了世界术图 石与欣喜不已 好像还没完 随后 石与心中一晃 神话及资源的功效 不止如此 还根本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此时此刻 石与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 自己能够看清楚 更多的太极图 青龙图蕴含的规则 信仰之力了 尤其是太极图 当初石与调动太极图时候 也产生了规则之音 堪比准神技 只不过 石与明白 虽然都是准神技 但是 距离真正神技的距离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 半神生命的准神技 距离真正的神技规则 还需要50步才能触摸到 那么 今天那尊史神 他因为世界规则残缺 而从神技 降为准神技的技能 就只差10步 就能触摸到规则 至于石与和石一这边 显然差得更多 起码是100步以上的距离 根本还没窥视 阴阳末盘多少皮毛 不过此时 石与可以越发明显感受到 自己对于太极图的运用 更加清晰 这种感觉 就仿佛是传说 预寿师的强化天赋 和传奇预寿师的 强化天赋的区别 之前 他的心灵领域 就相当于一个 拥有强化类天赋的 传奇预寿师 对石一的阴阳末盘 进行强化 而现在 石与确定 他对于 石一的准神剂的强化力度 明显可以更大了 是之前数倍 不要听 石与内心狂热 还在持续地开发 这种变强 让石与有一种 只要自己全力辅助石一 石一能用准神剂 一巴掌拍死 普通图腾的感觉 不 别说是图腾了 如果让半神们 把力量压制到霸主级 用自己的准神剂 和他辅助的石一对轰 他们能不能赢石一 还是一个问题 一夜的苦修 悟性的强化 带来的是各方面的极限透支 石与本来身子骨就不好 这一晚 直接又把他折腾得够呛 让石与不知道该洗 还是妖 今天他一大早就从遗迹出来 和东皇的灵会长等人会合 为的救世等第二道神话试炼的消息 结果 却是这个状态 唯一让石与释怀的是 虽然自己看上去更虚了 消耗更大了 但是其实 自己是变强了的 两个神话资源吞下肚 加上心灵领域 他自身的底蕴 可以说是彻底接近那些传说御寿师了 天蒙蒙亮 第二日 七国 图腾国 无数生灵从己方的遗迹中走出 看向了伊纳泰拉的天空 随着太阳慢慢升起 岛屿上沉睡的无数绿色窝虫 也重新飞向天空 化为绿色巨鹰 看向了岛屿上的世界赛选手 第二道神话试炼即将开启 所有世界赛选手 准备前往预赛石水系擂台地点 我将在这里唤醒神话时代的 神级生灵玄冥 第二道神话试炼 由玄冥制定规则 水系擂台 世界树分身说到这里 无尽海域 鬼海 祈祷乃至无数水系生灵 多的势力 表情纷纷一喜 水系吗 难不成这次 是只有水系生物 才能参加的试炼 此时 绿色巨鹰继续道者 玄冥是一尊水系神灵 在神话时代 它是对抗天外势力深渊海的主力 同时 它也是第一个 为了了解敌人 主动接触并掌握深渊海力量 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神灵 什么 世界树分身化落 不少人面色一变 深渊海 在场势力 自然没有不了解 这个来源于神话时代的巨无霸传承的 深渊的污染 恐怖无比 会完全侵蚀意志 历史上 哪怕是后世的深渊 也对蓝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如果不是沧海精灵的存在 现在蓝星的海洋 指不定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神灵 竟然跑去了修炼深渊之力 这么疯狂吗 他们已经可以想象到 这个疯子般的神灵 会制定多么残酷的试炼规则了 不过 此刻也有一批人 露出奇怪的表情 是东皇这边的人 宝石猫 灵会长他们 都是微微一正 主动接触并掌握深渊海力量 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神灵 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 这不是石雨的二对 沧海精灵素素的小弟 鸭鸭吗 第435章 有一些研究 玉塞时的水系擂台 位于岛内一处连通海洋的巨大湖泊 准确来说 这处海域就是所谓的水系擂台 没有地面 在这里 不会飞的和不擅长水性的超凡生命 根本无法战斗 所以 只是听说了场地 就让各国势力明白 这必然又是一个限制性极强的试炼 此时 随着世界树分身说出试炼地点 虚空被撕裂 只长第一道试炼的神灵使神重新降临 它保持着巨大的身躯 身后凝聚漫天火焰 形成虚空火焰王座 让它缓缓坐于天空目视这片海域 在世界树分身的召唤下 只长第二道试炼的神灵 也即将复苏 哄 各国的人类和超凡生命 都围在陆地上 目视着前方的水域 四面八方的注视下 只听轰隆一声 再次让各个生命难以言明的压迫感出现 动 莫名其妙的声音 回荡在精神 心灵中 此时此刻 几乎没有人不明白 这是什么声音了 哪怕是榆树等 连大师及御寿师都不是的观众 也在这次世界赛 长了许多见识 规则之音 这是超凡生命 进入神话领域后 自身与世界规则共鸣时 才能发出的 响彻心灵之音 这是神的标志 不管是潜力跨入神之领域 还是实力跨入神之领域 这都是唯一的标志 据说 半神们也掌握规则之音 他们凭借这个能力 每一个 单靠个体 就能和御十九之宠兽的传说 御寿师们 分庭抗礼 各方生灵心中荡漾 神迹 神之领域 这是每一个生命毕生的追求 在这个规则残缺的时代 虽然很难达成了 但是还有七年 神话就会复苏 大家都有机会 这一位神灵 或许比史神还要强 随着规则之音的轰鸣 目前位于蓝星顶端 被世界术誉为 神话复苏后 必成神级的半神们 已经感受到了 这位新出现的神灵的强大 华 一道身影 浮现在海域之上 那里仿佛出现了一座 直径超百米的黑色小岛 它出现后 整片蓝色的海域 瞬间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 哗啦一声 水流震荡 这座黑色的巨岛抬起头颅 四肢伸展开来 露出鳄鱼般的面貌 凶神恶煞的面旁 让不少生灵都是一阵 这 应该是一个龟族神灵 你醒了 玄冥大人 巨龟苏醒后 端坐于天空火焰王座的使神 化为巨鹰飞行于天空的 世界术分身 陆续开口 好压抑的感觉 黑色鳄龟看向了四方 他果然还是不适应这个规则残缺的时代 和史神一样 玄冥感觉自己的力量 也百不存一 被压制得严重 他看向了周围的超凡生命和人族 黑色的眼瞳充满了审视的意味 未来的生灵 一个个看起来都脆弱不堪的样子 所谓人族 不过如此 仅凭他们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意志 玄冥就知道 这些家伙 绝对抵抗不了深渊的腐蚀 不过 因为和世界术的约定 他还是得让这些人 体验一下神话时代的残酷 并得表现不错的家伙 一定奖励 你已经完成了吗 他看向了天空中的史神 神话时代末期 残存的神灵已经不多 史神是对抗星空一重的神级 他是对抗深渊海的主力 两者本不相干 但因为都沉睡在伊纳泰拉 从而认识 完成了 未来的生灵的确有趣 史神开口 这样啊 玄冥看向了周围的无数后世人族 道 你们应该知晓 神话时代面临着怎么样的灾难吧 当时降临蓝星的深渊邪神 力量达到了神级巅峰 将一半以上的蓝星海洋 都污染成了深渊 哪怕是神级生灵 也在深渊之力的影响下 沦为深渊族的奴隶 不过 深渊并非不可战胜 只要意志足够坚定 只要参悟了深渊之力的奥妙 这股来源于天外的强大力量 甚至可以成为你手中的武器 我 便彻底掌控了深渊之力 至于我的考验 也很简单 我会通过深渊之力 污染这片海域 让其诞生深渊邪灵 深渊邪灵具备强大的污染之力 谁能摧毁它 那 谁就可以获得 我炼化完成的一粒深渊之种 这粒深渊之种 蕴含神级深渊之力的融合经验 只要意志足够强大 就有几率炼化为己用 和我一样 掌控深渊之力 所以你们谁来 它露出玩味的笑容 此时此刻 各国势力 再次震动 只要战胜了 玄冥制造的深渊邪灵 就能获得掌握深渊之力的机会 深渊 导致蓝星神话时代 覆灭的三大入侵者之一 它们的力量 自然不用说 肯定屹立于 绝大部分神级力量之上 不然 也不可能会让蓝星生灵涂炭 深渊之力 此时 无尽海域的无敌霸主 一尊纯粹由水元素凝聚 形态犹如巨大鲸鱼般的元素生命 深海地精目光溢灵 鬼海的无敌霸主 一尊灵体形态的 巨大深蓝色水母 幽鬼之母 一样是心神震动 无尽海域 鬼海 和龙宫城一样 都是蓝星海域的巨无霸势力 同时 也都是深渊海的敌人 龙宫城还好 但是处于西方的无尽海域 鬼海 在每次深渊海来袭 都是首当其冲 受到深渊海的侵蚀 无尽海域和鬼海的无敌霸主 虽然年龄尚小 没有经历过深渊海的入侵 但是他们所处逝离的半神 往代的半神 都经历过一次次的与深渊海的抗争 他们的势力中 自然记录着深渊海的可怕 可以说 如果没有沧海精灵的协助 无尽海域和鬼海 早就覆灭在了深渊海的入侵下 而图腾时代的深渊海 也只不过是 神话时代的深渊海 留下的一道传承罢了 图腾时代的深渊海 就如此强大 而神级深渊之力 又该多么强大 只是瞬间 无尽海域和鬼海的无敌霸主 便心动无比 不仅是他们 他们背后的到来 伊纳泰拉的无尽海域 和鬼海半神 一样是动容无比 如果能获得玄冥的传承 获得神级深渊之力 就算是神话时代的深渊海 再度入侵 他们的势力 也应该可以从容对抗了吧 这个传承 必须要拿下 同样震动的 还有陆地势力 暗夜森林的黑暗精灵女皇 和黑暗精灵王子 深渊之力 按照亭香精灵女皇所说 生命母术 也是受到了深渊污染 从而黑化成黑暗母术的 包括黑暗精灵一族 全部是因此受到了影响 不过 黑暗精灵族 终究没有永久处于 黑暗母术的控制下 最终成功毁灭黑暗母术而独立 仔细想想 如果黑暗精灵族 依然处于深渊一脉的影响 恐怕也不会得到 世界术的邀请 那么 黑暗精灵一族 算不算已经掌握了深渊之力 有没有可能 直接得到玄冥的青睐 刚才 玄冥好像没有说限制条件 好像没有说什么属性的生灵 才能参加试炼 只是说了 摧毁深渊邪灵就可以 玄冥大人 深渊试炼 没有参加限制吗 此时 暗夜森林的无敌霸主 黑暗精灵王子 忍不住询问道 黑暗精灵王 算是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哦 此时 玄冥的目光 落在了黑暗精灵王子身上 从黑暗精灵王子身上 感受到了微弱到 不能再微弱的深渊黑暗之力后 他道 小鬼 你身上 也有深渊的痕迹啊 不过 相比纯粹的深渊之力 太弱了 要弱了百倍 力量早已被稀释 至于参加条件的话 没有限制 你们谁想参加 都可以一试 黑暗精灵王子狂喜 先是自己的大敌火焰龙王挂掉 后是被梁绳定做了神话试炼 他 他简直要上天了 然而 下一刻 玄冥的话 让黑暗精灵王子 如坠冰枯 当然 试炼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所凝聚的深渊邪灵 虽然只是最弱的雏形 但也是那尊邪神的力量之影 不是谁都可以摧毁的 就算是我 也无法指示那尊邪神 只有祖龙等之高神灵 才能与之对抗 你这个小家伙 虽然身上有微弱的深渊痕迹 但是 如果想尝试 应该会死吧 你或许会沦陷得慢一点 你身边的那个人类 肯定会比你更快死亡 黑暗精灵王子身边 还有一个契约者 是一位混血侍女御寿师 专门为黑暗精灵王子所生 此时 他的表情 也和黑暗精灵王子一样 猛的一变 他和你所理解的深渊之力 可不是一个东西 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没能与深渊邪灵成功对抗 反而被深渊之力污染 即使是我 也没办法 让你们恢复如初 你们的意志 会彻底死去 成为深渊的奴隶 这是一场 赌上性命的试炼 也是掌控深渊之力前 必须要面对的试炼 如果连这种最基础的试炼 都无法通过 那也别谈掌握深渊之力了 玄冥幽深的声音 回荡在所有生灵心间 同时 巨大且颜色更深的黑影 出现在被污染成黑色的海域之下 这一刻 黑色海域扑腾扑腾翻滚 玄冥所说的深渊邪灵 即将诞生 此刻 黑暗精灵王子心神震动 心脏狂跳 没想到 玄冥直言判断 他参加了深渊试炼 会直接丢掉性命 其他生物 也是神色大变 直视着深渊海之下的恐怖生灵 它的身影 缓慢勾勒 宛如怪物 隐约带有人的轮廓 却长着一个像八爪鱼似的 有众多触须的脑袋 身体覆盖着鳞片 长着巨型的脚爪 身后 还有一对狭长的翅膀 形象带有一些章鱼 蝙蝠 和人类的特征 哗啦 它从深渊海中出现 拖动着臃肿肥胖的身躯幻影 巨大的绿色身躯 盘跚着 从那黑暗的海洋中而出 走进人们的视野 身上散发着 难以言明的恐惧波动 这个 就是玄冥所说的 深渊邪神幻影 深渊力量的终极核心 它的出现 带给人们的震撼 要比玄冥的出现还更大 不 或者说 它就是玄冥掌控的 深渊之力的体现 此刻 看到这尊深渊邪灵 所有人都 仿佛坠入深深的梦魇 实力弱小的人还好 但实力越强的人 就越能感受到 深渊之力的本质 受到的影响就越严重 哪怕只是看 目光落在这处于深渊海之上 云雾之中的巨灵身上 以及契约了霸主 身体意志不坚定的御寿师 表情逐渐癫狂 用力捂着脑袋 双目忧虑而通红 包括他们的契约者 这一刻 也是目光中充满了恐惧 大脑意识中 仿佛有怪物在嘀喃 哄 深渊之力的可怕 对于传说级 半神级的强者来说 感知尤为明显 黑暗精灵女皇 震撼地看着这个名为 深渊邪灵的怪物 虽然感知 她的力量波动不过霸主级 但是此刻 她所蕴含的污染 哪怕只是通过视线的方式 也让她这尊半神 感觉到了威胁 如果换作寻常霸主级 不 甚至是刚刚进入 图腾的生灵 别说摧毁她了 和她战斗过后 能不能保持理智 还是一个问题 尼古拉斯 黑暗精灵王子的心神中 立刻想撤起 黑暗精灵女皇的 警告声音 不要参加这个试炼 和那个神灵所说的一样 你会死的 会死的 死 硕大的字眼 浮现在黑暗精灵王子 心灵中让她目光震动 同样的 和黑暗精灵女皇一样 无尽海域和鬼海的半神主宰 也是瞬间体会到了 深渊邪灵的可怕 这个深渊之力 绝对不是所谓的 无敌霸主可以染指的 除非拥有凌驾于 霸主意志之上的意志 或者拥有极致的进化之力 不然 绝对无法抵抗着 深渊之力的侵蚀 不要参加这个试炼 只是瞬间 暗夜森灵 无尽海域 鬼海等众多半神势力的选手 都得到了来自几方半神主宰的警告 哪怕是达到了图腾级的 雷关橡胶神术 青龙太子 也是一样 你的力量不弃合深渊之力 这个风险极大的试炼 不参加也罢 使人树神的声音 回荡在雷关橡胶神术心中 不能因为这一道试炼 就丢了性命 这个玄冥 根本没想要有人 可以得到传承 放弃吧 龙人帝国的暴龙王 也对着自己的子嗣道 这深渊之力 更弃合水系生命 他们一族 虽然也掌握水之力 但毕竟不是纯粹的水系生命 就算得到 也不一定可以完美掌握 不值得赌上性命去获取 此刻 无论是谁 都被深渊邪灵的恐怖之象震慑住 甚至只是看看 就放弃了参加试炼的想法 巨大的恐惧 生于每一个生灵心中 这就是深渊海的力量吗 神话时代的神灵们 对抗的是这种东西 这还只是力量之影 本尊 又该多么恐怖 一个霸主急舍发海妖后退一步 面带金融 只是光看 就已经感觉自己快要疯掉 实在无法想象 和那种东西 战斗会是什么后果 这道试炼 不要参加 七国这边 各国的传说们 也纷纷给国内的年轻 才俊下达了指令 这一刻 难以言明的情绪 萦绕在人们心间 见状 天空中 史神和世界树面无表情 玄冥也无比的平静 好像已经预料到了这种结果 那个家伙 真没有诚意 史神喃喃说道 不 或者说 非常有诚意 毕竟深渊之种 算是至高传承了 比他的生灵刀还要珍贵 只不过 前提是 有生灵有命去拿才行 他的试炼 要求试炼者之间进行竞争 决出一个最强 虽然也很苛刻 但必然能出现一个传承者 这个家伙倒好 直接让现代的生灵 面对深渊邪神之灵 这种恐怖的家伙 明白了不想给传承啊 但是嘛 世界术的目的 应该已经达到了 应该已经让后世的人类 明白了深渊的恐怖 可惜 玄冥这家伙 还是心善 应该让几个家伙 付出生命的代价 才更有说服力 好了 来吧 后世生灵啊 玄冥的声音 不断回荡 然而此时 却根本没有人敢动 这尊深渊邪灵 光是看 就给予了无数图腾 霸主堪比半神级的压迫感 再加上玄冥直言 黑暗精灵王子 那种级别的选手都会死 此刻 根本没有人愿意赌上性命 去竞争机遇 不是不能赌命 而是前提 得让他们看到 获得机遇的希望 现在 连希望都看不到 半神都发出了警告 没有谁会那么傻地 冲上去送命 毕竟能来这里的 都是天之骄子般的人物 何况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超凡生命 勉强承受了下来 但契约者 人类 弱小的人类 绝对不可能承受 深渊的污染的 会死 这个 也是各个半神 传说 不让自己的选手 去参加的原因 受到深渊注视的 绝非只会是宠兽 然而 试炼还是要继续的 不过 如果无人能站出 那么这一场 只能就此结束 看来 深渊之中 也要由我收下了 哄 无人回应玄冥 这种压迫感 让现场十分寂静 然而 就是这样的寂静之客 一道被念力包裹的身影 缓缓升于天空 石宇借助念力升空后 目视着深渊邪灵 令不少选手都张大嘴巴 不可思议地抬头 看向了他 石宇 那个考古学家石宇 目前神话试炼 最大的赢家 他 他刚才说什么 在场的人们 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获得生灵之火 一跃成为世界赛冠军候选的石宇 竟然又站了出来 他目光平静地看着深渊邪灵 仿佛并没有受到深渊邪灵的影响一般 石宇 见到石宇忽然走出 叶星 神灵 郑海他们睁大眼睛 无法理解开口 等一下 石宇刚刚没有听到机械传说 和林会长的警告吗 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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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他还是出去了 对面是怎么样的怪物 他不知道吗 石宇 的确没有得到机械传说的提醒 林会长也不是提醒他的 因为机械传说 林会长他们知道 石宇契约了覆灭深渊海 无数次的沧海精灵 二队中 更是也有掌握了深渊海力量的 深渊半神 作为宠兽 如果说 现场中 有谁能够完成这道试炼 那么 非石宇莫属 他怎么干的呀 难道他认为 那个状态的自己 可以摧毁这个深渊邪灵 得到半神们提醒的 无敌霸主选手们 一个个匪夷所思地 看着飞起的石宇 此时 世界树分身 使神的目光 也猛然落到石宇身上 这个小子 想干嘛 你想来试试吗 当下 玄冰意外无比 身处深渊邪灵后方 他的目光穿过深渊邪灵 看向了石宇 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看到深渊邪灵后 竟然还有勇气挑战 你应该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吧 试炼失败的结果 只有死 他再次重复道 是 石宇点了点头 直接飞向海域方向 紧接着 停在了深渊邪灵的对面上空 见到石宇和绝大部分 人族不一样 竟然可以直视深渊邪灵 而精神心灵意志不受到影响 玄冰再次惊讶 这个人族 或许有一些不同 说起来 我对于深渊海 也有一些研究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石宇到 石宇观察了深渊邪灵片刻后 直接站出来了 这个深渊邪灵 应该只有霸主级的实力 不过嘛 所带来的压迫感 应该堪比霸主级的参宝宝 进行自爆 不 或者比那个还强 自爆靠什么力量都能抵挡 但这深渊之力 只有净化之力可以抵挡 这也是众多势力 为之忌惮的原因 但是 石宇感觉 速速的话 解决它应该不成问题 毕竟 它的净化力量 血克深渊之力 并且 近海之灵技能 也通过沧海契约 积攒了无比庞大的力量 净化之力远超霸主级 都达到了图腾级了 可以一试 就是 深渊之种 就算得到这种东西 速速应该也不会要 嫌弃 速速不要 或许可以给压压 毕竟它更契合深渊之力 可惜 压压实力不到位 没到霸主级 并且也没和自己签订契约 不然 无论是速速还是压压 石宇感觉 应该都可以通过这道试炼 如果给压压的话 石宇感慨 好家伙 一对中 还有一批宠兽 没有找到神话之路 倒是二队 一个个的 都要有神话潜力了 小鸡的地神龙化石 压压的深渊之种 好吗 别到最后 一队打不过二队就麻烦了 对深渊海 有一些研究 玄冥一愣 然后大笑 既然如此 你来试试好了 他倒要看看 石宇对深渊海 有怎么样的研究法 此刻 所有的观众 都被石宇的话惊注 他们想起了 石宇探索出的 三大入侵灾害的资料 其中 的确有深渊海 那么 石宇确实有可能 对深渊海有研究 只不过 深渊 你在想什么 六国的传说们 再次没开二队 石宇对深渊海有研究 他们也知道 考古大会上 石宇得以展现了 但是 石宇研究的 应该仅仅是和黑暗母术 一个级别的东西 连黑暗精灵王子 都被断定会死 石宇上去真的没问题吗 这个家伙 可不是靠那个剑灵附体 能轻松解决的了 他们都可以感知到 这个深渊邪灵 几乎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污染之力类似于规则 很难摧毁 想彻底抿灭和进化 几乎不可能 哪怕靠着图腾级的力量 因此 等待挑战者的 可能只有 被腐蚀一个结果 瞪大你们的眼睛 神渊传说不想多说 他之所以没提醒石宇 也是因为 石宇契约了沧海精灵 准备让石宇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现在 石宇站出来了 那么石宇是认为 自己可以通过这一道试炼 除此之外 神渊可是知道 就算是沧海精灵不行 石宇还有一个掌握泯灭 破坏规则的混沌熊猫 配合上石宇的辅助 应该可以泯灭一切吧 哪怕是深渊之力 总之 石宇应该没事 如果我摧毁了他 是不是代表这道试炼便结束了 石宇话落 玄冥看着他道 没错 另外 后世之人啊 你的勇气值得称赞 战斗之前 报上明来 好 石宇到 紧接着 一道萦绕蓝色水流的紫色 召唤图阵 出现在了石宇身前下方 黑色水面之上 昨天石宇还是六级 今天石宇依然是六级没有突破 大家已经没有了那么吃惊 这次吃惊的 是另外一个角度 这次试炼 玄冥明显没有限制属性 召唤数量 也就是说 石宇明明可以派出全部宠兽 但是 他却只派出了一只 而且 这一只 看起来 并不是昨天那个石宇最强王牌 名为赤童的剑灵 那是 您 在所有人瞠目接舌的目光下 一个还没深渊 邪灵灵片大的蓝色水史莱姆 出现在了黑色海洋之上 从生命气息来看 君王级的水史莱姆 这什么鬼 他想干什么 这一刻 无尽海域和鬼海等势力的选手 一个个惊呼道 石宇所说的 对深渊海有所研究 结果就是 派出了一只水史莱姆 等一下 应该没这么简单 很快 有人意识到 水史莱姆是元素生命 元素生命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拟态 掌握元素化后 可以变换形态 它不一定是普通水史莱姆那么简单 而接下来 石宇他们 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玄冥的询问 石宇和面对史神一样 介绍到 东皇 龙宫城 海洋环保布域寿师 石宇 宠兽 沧海精灵 石宇化落 除了龙宫城的成员们 一个个激动无比外 其他的人 短暂茫然了一下 不过 随着那只漂浮于黑色海洋之上的蓝色水史莱姆 微微皱眉 流露出嫌弃与厌恶的表情 并且身上忽然爆发出庞大的波动 包括那些半神 无尽海域和鬼海的选手们 更是张大了嘴巴 石宇刚刚 说了什么 他们看着海域之上 一股强烈的蓝色光芒 笼罩了那只水史莱姆 净化之光弥漫 无数人眼睛瞪大 短短片刻 随着速速恢复原始形态 一道惊人的气势波动横扫出去 速速的全新身形 逐渐从光芒中显露出来 深渊 不应该存在 净化之光下 速速的心灵波动传出 水史莱姆形态 已然在水流悬绕下 勾勒出了如同美人鱼一般的身体 漂亮的蓝色长发 水亮的蓝色双眼 秀丽的容貌 封印的上围 下半身为波浪一般的 不断流动的蓝色鱼尾 它全身由水流构成 气质高贵无比 颇有一种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随着它改变形态 手握象征海洋与进化的 沧海精灵招牌武器 沧海之间 所有人再次感受到了 一股高不可攀的威势 神圣 纯洁 明镜 除此之外 那些海洋生命 更是感受到了 来自周围所有海洋之力的震动 仿佛 是大海的主宰回归 这是 随着速速的异变 所有观众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海洋图腾势力中 那些曾经得到过沧海精灵恩惠 甚至曾成为过沧海精灵信徒的势力 不可思议地看着石雨召化而出的生灵 世界树分身一愣后 更是瞪大眼睛 他就说 他就说 石雨那支水史莱姆的波动 怎么那么熟悉 而玄冥本名 随着速速恢复原始形态 也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竟从他那里 感受到了一种 至高规则神迹的雏形波动 透过速速的身躯 仿佛看到了整片大海 都处于这个水系生灵之后 你是谁 玄冥忍不住开口道 随着净化波动平息 沧海精灵全貌出现 以及确切听清楚石雨描述的宠兽名 各方势力中 知道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含义的 都是极为震动 而那些不知道沧海精灵代表什么的 看着几方长辈动容的目光 一个个也跟着心神震动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 沧海精灵速速高举沧海之剑 嗡 就仿佛是灵魂离体一般 一个外貌和速速形态 相差不大的蓝色近海之灵诞生 包裹它全身 紧接着形体不断扩大 爆发出了无比庞大的能量波动 这道近海之灵 很快扩大到了千米高度 巍峨壮观 身上的神圣进化气息更加浓郁 宛如海洋般深邃的能量波动 让所有生灵吃惊无比 君王级发挥出了足以威慑到 图腾级的能量波动 沧海精灵神话时代结束后 大海的守护者整片海洋的信仰 时宇代替速速完成了回答 下一刻 速速这道近海之灵伸出鲜嵌细手 直接席卷无比庞大的海洋进化之力 手掌就仿佛是翻天倒地的海啸一般 向着深渊邪灵落去 哄 刚才看上去还恐怖无比的邪灵 此时 全身弥漫出深渊般的迷雾 卷起更恐怖的污染侵蚀之力 然而 此刻在这道手掌的映照下 鬼使神差的 所有看向那片海域的生灵 都感觉这道邪神之灵 没那么可怕了 下一刻 嘖嘖嘖的声音传出 那些迷雾 瞬间化为冰茶 然后融化为蓝色水滴落下 手掌越过云雾 最终 轰然落在深渊邪灵身上 顷刻间 海域翻滚 人们只见 耀眼无比的净化之力闪耀下 那尊深渊邪灵 瞬间犹如风化的沙尘一般 烟消云散 这一刻 手掌持续落下 原本被玄冥染黑的海洋 随着白色光芒的笼罩 竟然也快速地 向着蓝色转变 不可能 这一刻 玄冥震惊无比 虽然他根本没有权力发动深渊之力 但是 这一只君王级生命 何德何能 将比自己高了 一个级别的深渊之力 如此碾压 哇 整个黑色水域 在速速这一道 利用信仰记沧海契约 记载了许久的 必杀寂静海之灵洗礼下 直接得以进化 神圣 纯净 敏捷 无数与深渊之力相反的气质 弥漫在沧海精灵身上 让全场震动 时宇作御寿师 飞行于天边 见此 毫不意外 图腾国方位 无尽海域 鬼海的半神 已经坐立不住 直接撕裂了虚空 震惊地看着沧海精灵 这等力量 已经证实了 时宇刚才说的 全部是事实 真的是沧海精灵 失踪了三千年的沧海精灵大人 再度出现了 而且 成为了人类御寿师的宠兽 这怎么可能 那个沧海精灵大人 怎么可能会认可人类 不仅是他们 其他势力的半神 也是一脸的动容 包括世界术分身 世界术几度苏醒 也知晓沧海精灵这样一号 在神话时代之后 孕育的生灵 神话时代结束后 深渊邪神虽然被击退 深渊族虽然被击退 但是他们的力量 实在难以进化 深渊海这样的传承 还是有一些力量 残存在蓝星 也正因此 催生出了后世 维护海洋的巨无霸势力 原本 这样的势力 会对蓝星再次造成巨大的影响 但是 即使是世界术也没预料到 因为全海洋的信仰 对抗深渊海的决心 孕育出了沧海精灵 这样一个神奇生命 哪怕是神话时代 也没有水系神灵 可以得到当时 沧海精灵那样庞大的海洋信仰 可以说 在世界术看来 沧海精灵完全是生错了时代 如果他生在神话时代 那么 他将是巅峰水系神话 蓝星抵御深渊势力的最强王牌 不过 即使是生在图腾时代 沧海精灵也依然强大无比 成为了号称他之下的最强半神 沧海精灵是世界术标记的 神话复苏之后 一定要拉拢的大将 然而 竟被人契约 他是沧海精灵 因为全海洋抵御深渊海的信仰 凝聚而出的后世神话之下 最强生灵 神话时代结束后 深渊海的传承并未断绝 但是每次出世 终被沧海精灵覆灭 而为了永恒守护大海 沧海精灵也在不断转生 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被人类契约 世界术分身 为玄冥介绍道 就像他所说 后世半神没有办法成为神话 并非因为天赋 而是因为世界之约 每一个半神都天赋卓越 而沧海精灵 很显然 更是其中的 佼佼者 这个食语 究竟怎么回事 世界术分身化落 玄冥震动不已 因为整片大海的信仰 而诞生的生灵 这样的生物 生在神话时代 必然是神级之巅 当然 如果是神话时代 那些水系神灵 恐怕也不会让沧海精灵顺利诞生 整片大海 肯定也不会把全部信仰 寄托于一个生命上 当下 随着自家长辈 也得自己讲解完 沧海精灵是何等存在 每一个七国 图腾国选手 观众 也是震害地看着第二道神话试炼场地 这样的沧海精灵 被人类契约了 怎么可能 这就是石语说的 对深渊海力量 有一些研究 研究指的是 把覆灭无数次深渊海 传承的最强半神 给契约了回来 那个水史莱姆 身份竟然那么恐怖 高轩 白熙 尹正凡 肖双等 无数见过石语 派出水史莱姆 参加全国大赛的东皇观众 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石语这家伙 这家伙在搞什么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生灵 宠兽 这一刻 所有人都傻眼了 原本以为封号强者的英灵 才是石语最强王牌的图腾国选手们 一个个呆滞不已 从未见过 如此逆天的御寿师